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静观七变 今天我们连麦的主题主要是复盘 昨天晚上国家队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昨天的比赛肯定是看了呀 不然今天怎么复盘呀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 大家好 有采访任务就不用去单位打卡报道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今天可以把你们想提问的问题呢 打到公平上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发言 说出你们的想法 比如说你们有什么样的疑问呀 也可以都提出来 打到公平上 这样一会儿几位嘉宾老师 可以给大家回答问题 对啊 嘉宾太不准时了都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12点半开始 我们稍微等几分钟 我们看到徐江老师已经在线了 离铁什么时候下课 离铁下课了 谁来带你们觉得合适啊 我现在连不了你们 你们得连我 你们得主动申请连麦 我这边才能连接上 我们先把徐江老师接近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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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姐 哈喽 哈喽 刚说大实话是吧 一会儿去江多聊聊 我刚进来就看有一个一堆数字的 说等着骂我呢 就管我叫狗这个那个的 我给你个机会来 你骂我来 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 我给你我把我电话什么我都给你 我把我家庭住址都给你 用不用我来给你订上飞机票啊 小兄弟 这是谁雇的呀 这是谁雇的呀 不是上场不都是 今天来网络上在这怎么着 是李铁雇你的啊 咱们就李智聊天啊 咱们李智聊天 李智留言 上场不都是 你这王叔自己雇人来的吗 现在怎么开始 可能这场可能可能这个是王叔雇的人 王叔雇人来黑你了是吧 对王叔雇人来找我来了 你看给我那边上火上 上火上火 咋的李铁也李铁踢个平局你上火了 我是我上大火了 我上火上大了 我这都不知道今天直播该说啥了 你当心啊 我的家人们赶紧进直播间 过来带节奏骂王叔啊 王叔雇人来直播都被录行 我现在我现在尴尬了 然后我还不能被这件事发表任何意见 对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 这是最尴尬 这个全世界最尴尬的就是现在这件事 我一会能聊聊这个事吗 就是说我这个观点说 我没有任何贬低别人的意思呢 可以 我们可以敞开聊 先给王叔十分钟时间自我陈述一下 发布会开了三十二分钟 我先陈述一下 就是我说我这话的意思呢 不是说要贬低别人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对足球的角度不一样 我不能这么看问题 我都不能这么分析的问题 要不然的话我就白干这个活了 它不是一个角度的事 我没说 假如说你球迷骂教练或者球迷 我没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说 但有时候就容易被带走了 不是那么个事 就是说我是个教练 我是个教练员 就是教练员的考虑问题 可能要需要更全面 就是说好多问题 我是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思考 是怎么思考的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说谁傻谁不傻 跟那个没管 你可能给那个铁字导信息了 比如说铁字导看完你视频之后 就发布会 你看就视频里的话说了 我不是问题 我和铁字导它不是一个位子 人家是决定这个事 它所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 就跟那天赵震言说的 就说万一你说的那个位上 你可能也没看见 说有些问题你可能看不见 这都很正常 这所承受压力 我又不用负责 我说完了不负责 对吧 你这个 你这个踏之要负责的那个人 最后结果好或不好 你知道 我帮王叔解释一下 我帮王叔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呢 王叔在给你讲的是 教练员他为什么那么去做 不代表王叔支持教练员 跟我直不直指没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 在那个情况下 那个环境背景条件下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理由是什么 不代表说王叔说 他做这个理由就是对的 对 跟那个对错无关 因为他是靠结果 最后你对和错是靠结果 他不是说你当时 做对做错是当时是没有的 这是结果的事 是结果来决定你 到底当时做的是对还是错 这个新闻发布会 我一看视频好长呀 这个我看网上都引起热议了 大家一直都在说这个李铁发布会 然后还有他说 如果说我们要是主客厂就非常不一样 他说主客厂确实是不一样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是在主场的话 可能也许我们能拿六分回来 但是那个 可能这个是他的体会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也聊一聊 这个主客厂到底是这个差距有这么大吗 如果说我们真的在主场的话 我们再输出去打比赛 难道我们就真的能拿回六分吗 也是面对同样的对手 然后同样的这个人员 给大家问住了吗 王鼠你先来吧 什么我都没听见你说什么 我刚看别别 你就觉得 现在评论自动自觉三分左右了 现在左一波就 说吧 说吧 足球比赛一场比赛在开打之前 他有三个结果 胜 负 对吧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你可以说我在主场的话 我就能拿六分 对吧 但是你并没有这个 那如果说主场的优势那么大的话 那法国队为什么在自己的主场丢了欧洲杯呢 对吧 英国也丢了 对吧 你在比赛之前肯定是三个结果都是有可能的 你可能是六分 那你有可能还是六分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你没法说他是错的 你也没法说的是 他是对的 那我们2014年亚洲杯 我们在 那个04年亚洲杯 我们在自己主场 我们决赛是不是也输给日本 那还是说 昨天那个谁也在说 昨天咱们连线的时候还在说 足球这东西哪有假设吗 这东西不可能假设的 你也不可能说是提拔人之后说 那场比赛应该怎么怎么样 或者我们那个样应该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东西没法假设 只能说这两场球踢的确实不错 跟之前的比赛还比 尤其昨天晚上这一场 踢的之前是要好的多 最起码在场上我们有自己的组织进攻 有自己的这个创造出来机会 这个跟前是不一样的 踢的不错 就是跟之前比 你说飞翼要是说 能拿下人家 但是就是有 其实我可以 我也看到很多声音 不是很多 有一些声音说 这个你要在苏州踢 在国内踢 还不一定能踢更好的 这两场比赛是吧 你虽然是刚才说了 你在国内踢 有可能拿六分 也有可能拿零分 那枯天盖地的给你一喊 下课给你很懵了 其实我说这两场比赛 上一场比赛 你拿一分有点遗憾 但是也不是说就保证 你一定能够拿三分 你这场比赛 你拿一分 我觉得我看国家队是挺 挺满意 应该是应该挺满意 觉得是完成任务 但是我也不认为 就是两场比赛回到苏州 就一定能 一定能拿六分 我没听见 静姐刚才说啥问题 就是两场比赛在苏州 是不是能拿六分 我不看大幕了 大幕就热闹了 就是火了 我们如果有五个主场的话 我们能拿十五分 真的 然后我们再加上可能说 我们再赢个越南 我们可能再打个阿曼再拿点分 我们基本上可能就奔个十八九分去了 可以这么假设 你说得有道理 那个欣欣就是昨天李铁在赛后发布会的时候 我们说主客场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主场的话 我们也可能再六分回家 但是现在呢 我们因为在客场所以就拿到一分 我想问一问这个主客场 对真的是这么大吗 你说这个主客场 就球队主客场是 你国家队肯定主客场区别挺大的 就是你这个你不能看网上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主客场还是有区别的 而且就是说对对球员的这种这种知识 对客队的压力还是存在的 那么多人在那站着 都是一个国家都不是自己国家的 就即便喊什么他们也听不懂 你即便喊啥就喊夏赫 那要是全场一起喊 那也老了人 那也老了鼻子 他们也听不懂 那喊夏赫 那还喊加油人 所以说就说主客场肯定是有区别 对一个教练来讲 包括一个是球队 尤其是国家队尤其是国家队是特别特别重要 那国家队比赛有时候 你地方队保有时候有道歌喊的多 但是国家队呢还不是特别多 但是你说咱们吧 现在因为它这个成绩 包括各方面的肯定就是 大家这个球迷带着这个形态 进主场的形态啊 有时候可能是会有些犹豫 有些纠结 进到这个主场是想要去这个 喊夏赫的呢 还是要喊去支持的 但如果说情况好的 肯定是肯定是要喊 肯定是要喊支持的 然后如果说情况不好的话 最后肯定 那还夏赫的肯定也会有 这些人可能就是喊支持的那些人 就是同一波人的 所以说我觉得主场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就是说 如果能争取主场的话 咱说澳大利亚不行 可能 实力可能是不能因为主场变强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主场有一些精神层面的支持 可能对球队来讲 更能释放一些压力 就能释放 就是咱们 我试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主场 主场可能说 因为你想赢嘛 因为主场有一些思维 你就会让球员感觉 有一些想赢这个态度 但是呢 主场同样也可以释放一些 一些 就是说释放一些兴奋的程度 也在你脑子里面 如果说比赛的情况 能顺利一点呢 有可能他的加成也 主场另外一般 不好意思 我认识 还是承诺 我认识 就给我拿 你 你 永远 开着核拉银子算了 嗯 嗯 喂 苏正 喂 哎 可以停 可以 听到 可以 能听到 能挺到 能挺到 现在不吵了 喂 喂 可以听到 能听到声话吗 他自己听不见 你是听不到我们说话吗 我们都能听见他自己 应该卡了 你能听到我们说话的时候 你直接唱话就行了 他卡了 他没有 我就说的意思 组合场区别挺大的 有个组合场还是挺多的 组合场可能从心态上来讲 对球队来讲帮助特别特别大 因为球员 毕竟球员如果说你要是你想你站着假如说你去一个伊朗客场或者去伊拉克客场 然后客场都是对方都是对面的球迷全是伊拉克人唯一场地唯一圈 不管他喊什么你也听不懂 但是你肯定给你的压力是不一样 那会你想正常发挥这肯定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周围全都是中国人 咱们就在咱自己组场全是自己的中国人 你在那块你是什么样 但是反过来你看矛盾 你在看客场球员来到这是一个什么感受 你一探测那个草坪你马上就 马上就能接受到 像那个以前去伊朗提那个比赛 尤其伊朗那个以前还不让那个 不让进那个 不让进女性 都是男性 全场全是男性 你想想我那个那个气氛 而且一进去之后伊朗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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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场那是在哪我也忘了啊 但是真的好多点就是阿萨迪域 对对还特别懂阿萨迪 阿萨迪 然后从上你从底下马上看就感觉 呦 感觉那些球迷好像在坐你脑袋上那个去看球一样 就那种感觉 所以特别你感觉那种压力是巨大你知道 所以说这个主客场真的是压力真的挺大的 压力是肯定不一样的主客场 对对对 主客场的不一样它也不至于说一分和三分有这么大的差别 就是那个我我接下来说一句啊我觉得主客场那个压力是一个双人剑啊 是客队要承受很大压力 但是对承受的压力也不小 嗯 嗯 最近的例子你想想上届我们为啥能输给叙利亚主场 嗯 为啥咱主场能打平叙利亚了那不就是高子岛在主场面对球迷必须要赢叙利亚这个巨大的压力吗对吧 嗯 那包括九七年十强赛 对啥2比0领先伊朗就会被人伊朗赢了 也是主场其实你有时主场对你也更大压力今天我刚才发了一个微博 如果在主场你2比2 一般搬平了全场不喊换离铁吗 嗯 你上一场打慢一比一般平了就不用说一比一般平你把路过坏进去团可能就是喊换离铁了 那这场在1比0领先的时候大家不喊吗那你这个压力离铁受不了了队员受不了了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现在当时有些强盗压力大什么外界媒体给他压力大那如果主场从中这个压力他承受不承受得住啊 就他的队员承受承受不住啊他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不能光从一面看 嗯 他这个主要是打量一下就是说他这个角度就主要链的角度我觉得是正常的就是说不管你骂不骂就是说你骂不骂我骂不骂这个队不重要 但是这个这个主场我肯定是要因为他这个足球比赛有时候是这个冒险的风险和利益是共存的 就是说你你你你后面的风险就是你冒这个事儿风险有多大你肯定获得的利益也多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李铁他想的就是说啥你不管其实这个这个这个主客场放点 你骂不骂我我下不下克他不会考虑这个事儿他考虑就是如果我拥有这个主场 如果我能开场十分钟提顺了有可能这给我带来的利益也是也是巨大的啊 他肯定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你知道就是你要你要你后来如果说真的咱们觉得从结果看 你说我们真的就我们这个主场反正就肯定能拿六分这个这个就是投放概念 你主场肯定有优势你主场肯定有利于球员发挥 但是你因为说有主场就认为自己能拿六分我觉得这个太主了 嗯嗯这个这个包括有球迷说说你看韩国队上一些事业杯主场拿多少分 我说那你光看到说韩国队主场拿多少分那你不看到说多少在主场输球的呢 对吧刚才我说了我说对吧 对吧法国队欧洲杯自己主场不也没拿到冠军吗 嗯对主场呢你只能说主场肯定是你打客场要有很多的这种优势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争论的但是不能推论出来我这两场如果是主场我就是六分 嗯其实啊我觉得昨天这个铁哥这新发布会说三十多分钟 我就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最大的困难 他们这个比赛最大的困难在于哪个地方 就是这种长期封闭隔离 嗯这个是最要命的最致命的 嗯这队员真的受不了的 你光说中国人在一块是吧 大家坐一会喝喝茶聊聊天看看什么电视剧之类的 那规划他可没这些 他哪知道那咖啡不跟茶一样 那咖啡一会一杯喝完了那不能一下喝二十来杯啊对吧 那没办法这些人再加上呢 你像艾克森的阿兰啊还多长时间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家人 包括你现在国家队这些队员咱们说的年龄 基本上顶上都是有都是有都是有孩子的 都有孩子你长时间见不到孩子 你说如果在苏州长期封闭隔离起来啊 还好说 最起码隐私这个问题一点不用担心 嗯 你想想这个从这个迪拜酒店隔离起来 对吧这个时间又长 然后每天没有任何的这种 就是说是足球以外的事情 嗯 就天天就是房间训练完回来 回来就等房间休息完之后再去训练 每天只能这样 还打不了还跟家里打不了视频 只能还WiFi不能打视频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最难受 我再说你是只是在酒店里还是在酒店房间里 嗯 我觉得这个这个对运动员来说的话 因为没有这样低足球的哪有这样备战的 嗯 但是李白就是你刚才说的话题 包括就是主场咱们没有了 这个困难 因为疫情非常困难 其实咱们之前聊过很多次了 咱们真的是说 我觉得就是不黑也不吹 把国家队的困难给他讲了很多次 但是昨天这个赛后发布会我挺震惊 这个我我清晨的发布会 感觉我第一次是要么这个这个主角类马上就要辞职了 要么这个我们已经进了世界杯了 这个这个总结成词全出来了 这个我我证明 那李铁会这样 我我感觉他心态已经实际上 他可能比比这个队员还要 他都崩了 我觉得这个昨天一比 这个 没没没 老员是这样的 李铁可能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要做中国的牧里面 我把所有的矛盾 所有的媒体压力 舆论压力 球迷压力 我全扛在我身上 但现在好了 没有人说鼓血太多问题 没有人说什么球员的问题 所有人都针对我李铁 是吧 把所有的压力全扛在我身上 这样球员就能够更好地去发挥 这其实是很大题 其实他是格局很大的 他其实想是很多的 你说得有道理 对吧 这个刚才老元说的事 老元说的一个事吧 其实昨天晚上我第一时间 你到李铁这个讲话 我想到谁了 我想到98年雅凯哥问你后 当时电视台记者在前面采访的 就问说当时对报这么骂你 你现在夺惯了 原谅他说 雅凯哥 绝不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当时他包吉诺拉和 莫娜进来 这些媒体天天骂他 但是啊 我为什么说但是呢 你李铁如果坚持不用阿兰 坚持不用洛果 会不会坚持不让他走发 你把澳大利亚赢了打成了 你这么说这么 怼媒体怼球迷没问题 因为你牛逼 你坚持你自己的理念了 现在问题是大家说这么应该行 你又这么干了 然后这个事成了 然后你突然说 哎 我之前不用 是因为我觉得没到时间用 现在用是因为 我觉得到时间用了 我牛逼你们都不懂 我最了解中国足球 你跟雅凯 一回事 雅凯如果用 世界杯决赛把 坎东达上去 坎东达一个决赛 他赢了世界杯他出来说 我就不原谅对报 你觉得法国人不骂他吗 这个事不是一个性质的事 你现在用这四个人 是大家从第一法开始说 你多让规划上上 现在行了 你说了 你们说上的时候 我给你们了解他 他不应该上 哦 这场 这场现在 一比一打平澳大利亚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首发 应该上了 发挥作用了 我听 这个是什么 大家听过一段天明的 马萨利先生说的这个笑话 一个算命的 他整个石板上面写哪 这没有 开根问题 黄叔 你有提头没有 没有 你看我 他妈的祖传算命局 没有 我算的准 你这不行 对不对 对 最后 还得根据 这个 还得根据结果 你不能 不能开前 开头 或者是最后 他得根据 中间这个过程 来去做 这个 这个时间线不一样 所以 线点不一样 嗯 那么像 要不我跟你说 他这个 昨天这个情绪 我说他已经崩了呢 因为他说的很多事吧 也不用他说 他说我对中国队队员 就了解 我对中超 所有队员就了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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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身就 就是常年考察队员就是看球 而你这么你这么了解 说实话你刚才其实赵队员说了 没让那些队员找手发 找手发呢 他说之前是因为可能体能不好 体能不好我看了一下 他说那个他还查了一下 那个那个洛博富 说之前在中超最多打55分钟 那你行他体能不好 他因为是我到我回家队 我给练好的 那你不早点招来 你四十相赛就没带这个 四十相赛你就没带洛博富 四十相赛没带洛博富 但相反是因为打完四十相赛洛博富 在联赛打得不错 他给拿了用来了 你把刘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明我们训练水平不行了 对你很大问题 我们的体能教练跟孔帝去这次了 因为因为你们的体能教练 他没有李之导了解中国球员 他在中国中央花的时间不堵 他这个确实是这个 他这个说法前后矛盾 他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他前后矛盾了 并不是像其他那些队员 艾克森为什么一直都用呢 他每场都踢 并且可以完整的踢完球 比赛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这个洛博富和阿博富 连续实施 他没有具备这种连续比赛的这个能力 就是说也就是之前的比赛连赛 踢的不是非常这个连续 就是90分钟90分钟90分钟 90分钟不是那种的 其实用的这个林鹏这些队员 什么林鹏 艾克森 蒋光泰 这些队员都是在连赛当中 几乎十场比赛踢了有九场的 就是国家队之前 就十二强赛开始之前 所以说这几个队员可能是连续比赛的能力不够 但是我觉得这个体能问题 体能问题要不具备体能问题 体能有具体能上存在问题的话 连赛不会让他踢的 连踢都不让踢 对 因为我就说六十分之后 就是说六十分那个连赛不打了八九轮吗 那是阿洛已经打的那个时间比较多了 这个就是我认为不太存在 就是说这回十二强比赛开始 按照他这个逻辑说 刚开始打澳大利亚打日本 所以他体能不行 然后最近两个月我给练上来了 所以说这一场 终于他已经达到可以首发的地步了 最近 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队员的身体素质恢复到 他这个最佳的竞技状态 靠训练是可以的 因为你这个球队每年这个联赛之前的备战期 最多也就两个月了嘛 对吧 你最多就两个月 两个月肯定是可以调整 球员的身体状态的 但还是说问题就是 在这两个月当中 你只是训练 没太有比赛的机会 你训练你随便怎么练 比赛还是比赛的吗 而且另外理解你说你是中国最了解这些球员的 首先第一点你了解这些球员你是应该的 你作为国家队主要练 你是应该的呀 然后你体现到比赛中的这种内容来说的话 你我觉得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就是你很多的球员这场用完之后 下一场都进不了23人名单 那其实就是你把这个队员就已经否定了 他如果没有什么伤病的话 那这个队员进不了23人名单 而且连续的有多名球员进不了23人名单的话 你就是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在变 你把这些球员已经否定了 那你上一场比赛派他出场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你是否真正的了解你这些球员 你是否真正的了解你这些球队 另外来说的话就是 你说了很多的这种客观的这种困难对吧 这个球员多不容易各个方面多不容易 那这些不容易跟你在球场上指挥的时候 你的临场的布阵 你的排兵布阵 你的换人 包括你上一场打阿玛 你换徐星下场等等 这些东西 它是有什么影响的吗 是因为这个这个疫情 或者说休息不好 或如何如何的 导致了你脑子不清楚 所以你换人的时候 战术方面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 我们现在谈的也不是说 我们都承认说球员很不容易 对吧 理解可能你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 都不容易 但我们更多的还是看你比赛的内容 比赛的这种结果 包括你和林昌晨 就是我们从一些细节和轮延上去推李铁这个话 李铁认为说这场规划四个人首发都是他安排好的 不是说外界影响发生的改变 可以 那这场大家看细节 理解第一 吹头发的次数明显减少 第二 不在场边持续了90分钟呼喊 据我了解 这个是相当一人劝告他之后的解释 包括什么你自己想 那这个改变 难道这个规划就不是你看外界去劝的吗 我跟你讲 我特别别理解的是 吹了三十多年头发 这场说不吹吹的很少了 昨天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都相当于我每天抽两包盐 现在一天两根了 这个毅力你们想 很难的 所以理解这点从毅力上 因为我跟他认识二十多年 我很了解他 他这个毅力上 我们常人都比不了 非常佩服他 他非常有毅力 就这个事你 你坚持了三十多年一个动作 这场你仔细看 很少吹 不是绝对不吹 你很难就到 反正我是做不到 我是做不到 说戒就戒了 我做不到 你把头剃了就能不吹了 你头剃了 你也会有下一次晚上吹气的动作 我告诉你 真的 你一定会有这个动作 真的 就说我胡子流时间长了 你都会有一个下意识去摸胡子动作 哪怕你把胡子刮了 就说这个事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他非常 真的 所以说你现在反过来 你的赛后说 这些事都是我今天安排好的 这场比赛他就应该下我让他上的 我不信 所以是能办大事的人 真的 这个咱承认 这个咱承认 真的各位抽烟的 你说你抽了二十多年烟 马上明天让你一天就两根 或者一天就一根 你能不能做到 我估计大部分人做不到 我告诉你 所以这个心态 他这个心态 他已经崩了 他就是说把这个 就是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场外 已经不能够在场内 老袁 我认为李铁其实他心态没崩 其实李铁 他的性格本身内心里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承受的 这种不公平 或者他认为不公平的动作 他一定要挽回 他就等着这个机会是吧 对 如果这场比赛输了 他一定不会说这些话 真的 就是 我特别了解他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我俩九七五八年那时候 在马尔代夫 中国十比一打 赢马尔代夫那场李铁 又被喊李铁了 然后呢 课场去课场 马尔代夫的时候 李铁发烧了 那场比赛 米卢问他上不上 李铁 其实后来我俩交对我 他硬挺的 嗯 嗯 有点卡了 卡了 亮挺的 挺的 我个人 我个人的观点啊 就觉得其实 李铁说什么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重要 嗯 作为主教练来说 作为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来说 最后衡量你的 还是你球队的成绩 比赛过程 比赛结果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那后面比赛还是要延续的 不是说这场比赛我打完了 我力铁我就不干了 我做一个总结陈词 你以后你还是要干 那 有可能你以后干的好了 代表国家队成绩往上走了 也有可能你代表国家队成绩越来越早 可能最后跟跟其他的本土教练一样 最后就是被万夫所指全部骂下克 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 他就是那个性格 他愿意说什么 我觉得就说什么 但是这个肯定就是 嗯 从国家队的这种管理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会认为说 作为国家队主教练可能还是要在情绪方面 然后表达方面是有所约束的 但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最后看的还是比赛 对 也是因为 这个足球这个东西比赛这个 我觉得这个 如果我也能接受 所以在发布会结束的时候 要说了很多 也是宣泄以下心中的 这么长时间的压击的这种压力算是 你让 所有的人面对谩骂 他都会选择晋升 选择不说话的 有的人选择就是我要去回击你 对 很正常 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 我闭嘴我不说话 你们骂我 就像高尔导的 你们要骂我就骂我吧 我也不说话 我微博上我也没有什么微博 我也不说话 假尔导 假尔导 假尔权 到底那也没说我话 嗯 一样每个人是一样 人铁还是挺活跃的 在微博上 总是发微博最近这段时间 我看微博还是蛮活跃的 说明心态还是挺好的 年轻教练 谁呀 说你的年轻教练 谁呀 谁在微博上都活跃活跃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这个他就是角度不一样 他没有什么区别 就我可能站在那比他 比他还凶啊 这都不一定的事 这没法说 你没法评价一个人的性格 包括一个人的做事方式 因为他不是你 你也不是他 但如果说成绩不好的话 我也不开心 这谁都不开心 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 都说情绪呢 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但是就是角度不同 就是他说那个话 包括这什么的 就是说如果说他能 我还是那个观点 要真的能有一个对外的一个团队 就信息所有的东西 是熏导是对等的 我觉得是 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可能对李铁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目前我还 他有 咱说正经八百 有 著名的马兴嘛 马兴 能正经八百 不是 你把德给正没了 如果说是这么情况 那现在不应该是这个情况 就是说 咱说啥意思 就是说他在对外没一点 你看穆里尼奥 包括那个瓜教拿 人家在这个 这个关东都这么搞的情况下 他带的那个什么 每次去看新闻发布会之前 他一定要去跟这几个人去聊聊 就专门对外的一个聊 这场比赛发生了什么 然后 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们在哪个点上 会 对记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哪个点上 要去 要去用什么样的应对 这不都 电视上 纪录片里不都 不都已经有了 我们大家看看可能都知道 所以说就是说 一定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说原先他带俱乐部队 可能是只是当地的球迷 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还是当地的球迷 但是他带国家队 他就不见得是不是球迷 这跟球迷就没关系了 如果你代表中国队 你代表中国队 然后去参加一场足球比赛 真的就是 在这件事看这个球来讲 是不见得是球迷 他也不见得真的就是个球迷 他最起码你看地方队 有时候可能 球迷还会多一点 但是你说 在国家队来讲 那是全中国人的事 所有的中国人都把这个 所有的目光都会放到这场比赛上 而且关注的人特别多 不只是足球这个群体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啥 如果说这方面的信息 包括说你的应对 也不能说光是按照圈里这个 就是说你的足球方面的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肯定从更多 从社会各方面 你可能都要考虑到 那这时候有社会问题 什么说 你作为国家队这个教练的位子 周围一定要围绕的那些人 都得有 而且每个方面你都得涉及到的 如果有一个方面没涉及到 那最后这个点 很可能就会爆发 这个点爆发之后 就是不可避免的 你想捞也捞不回来 你现在这个问题 到现在你想捞都捞不回来 你有些观点 一发出去之后 就难了 你再想往回捞 你怎么往回说 你说啥 你说对 就是起地 你说不对 那不对 你跟全民在一起 啥的 干不了这个活 咱说白了 咱说你越往上走 越往上走 最关键的一个点 其实就是谎言越多 就是说一个人骗一万个人 有的人一个人能骗一亿个人 有的人一个人能骗十亿个人 它就是这个区别 就是人的等级区分 就在于 越往上走 谎言越多 真话越少 就看谁最后 谁能唬 谁能唬 大部分人也就 也就如此 你看现在在网上 包括各方面不都是这个情况 一人赚了三头 一人拥有的 拥有的 拥有的好多的铁粉 就像上次我和许角 一人抱着铁粉 在直播间里面 带铁粉 你别着急 我那铁粉吃饭呢 一会儿过来该喷 然后王叔我跟你说 就是 你说的这个角色呢 其实足鞋他有 对吧 你足鞋队里边有西文官 对吧 然后也有这个 这个当过好多年这个 呃 外事工作的人 那包括这个 国家队他也有领队 但是 你说的这些东西 你觉得这些人 他能管得了离铁吗 或者离铁 能听这些人说话吗 他不会 他们 不是 我觉得是 他们很难去建立一个 正常的 跟主教练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关系 很难 你包括你像 原来我们说过 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 那个 韦成豪的那次那事 把对方那个队员 踢成重伤 对对对对 赛后新闻发布会 赛后这个魂彩区 直接就说的那个话 让别人都是接受不了 其实这个模式呢 其实很容易建立 但是 你需要去配合 就是或者说 他在心里边认可 啊 西文官跟我说了 我应该说什么 说什么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 西文官你别说话了 你别跟我说话了 所以 离铁 目前在新闻发布会上的 所有表达 我觉得就是 他已经直接脱离了整个 你比如说 这个西文官 或者说国家队领队啊 等等等等 他是不受去 不受约束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啊 说来说去啊 还是刚才像 袁老师说的那个 有点有点有点关联 啥意思 还是说 每天啊 是可以在录像研究训练 研究对手 但一天那么长的时间 都在酒店房间里 能干嘛呀 你去看吧 你划十条信息 九个标题都是说你不好的 你看了两个多月 你说你头你上不上头 上不上头 就跟老卡一样 在大连赛区 苏州赛区 赢球还好 赢球 看一下 对吧 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我后来都没办法 他也上头 我就说 你就看那些粉丝数多的 还是少的 一万个粉丝以上的骂你 你就该认真地看一下了 这是什么东西 你变三个粉丝说你 就什么都不会 他不如他 他不如谁来带 你带个你一眼看 两三个粉丝 对吧 你想想吧 三天一场 五天一场比赛 你这场输了 没踢好 下一场踢好了 前面是全忘了 你现在问题是一个月的踢一场 那一个月的时间 没说别的 天天说你 你说看上两三个月 你说难不难受 肯定到了这个点 会绷住的 加上又刚才说 姜哥说的这个 这些人对他 没办法 这个时候再去说是 给铁哥去树立个什么路线 给他个方向 让他表达这个事情 怎么去说这个 不管用了 不管用了 时间太久了 肯定时间太久了 现在总共还有个什么问题 现在还有个 现在就是 评价这个国家队的事 还有个什么问题 最重要一点 是足球 当国教练这一人 没人说话 他没有任何一个人 去讲过这个事 这个也是挺奇葩的 也不知道是怕怕 还是怎么样 怕这个以后怎么样 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表达过任何事 就关于国家队所有这个问题 你没发现吧 就是说 当个教练 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反倒没有任何人去讲话 这个是挺区别挺大的 你看那个 假如说 你把法国国家队 或者是这个 什么意大利国家队 所有国家队这些 一有比赛之后 你会看到好多以前的 民宿啊 什么这些人都会 对比赛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节目 或什么样去分析比赛 然后去说比赛 但是咱们这个就挺有意思 就是说特别少的人去说 而且就是说 没有人说场上的事 就是说足球 没有人谈论足球的东西 然后就是说加油啊 国家队一定要踢出血性啊 踢出作风啊 踢出我们中文 基本上说也就是说这些玩 所以这就挺尴尬的 这就一下就让我感觉 哎 这挺有意思啊 就是也没有人去讲啊 包括不到是没有人 愿意听就是专业人 到底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 还是还是怎么这个没流量 可能确实也没流量 没人看可能 我觉得这个有关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说 你讲了半天 可能大家也听不懂啊 最后就觉得你 他觉得你不专业 他觉得你不专业 他觉得这个足球这个东西吧 谁都能过来当俩教练 就是就是谁都能过来 所以就是说我都能点评两句 你让他去点评个冰球 我我就 点评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MMA 橄榄球 我都点评不了 橄榄球 我天天听人讲 橄榄球 一共多少是 每次橄榄是50个人报名 在报名名单 三天头半个小时 才能出其中的一些人 一些人 我记得没了 但就说这个就太难了 而且橄榄球 这个战术 太多变了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 所以点评文 像我一个 我上次听那个谁 我去点 李皮钢手 那时候 他们找我去点评李皮 我就这事下面骂坏了 我一个微博没发 我这微博一下 第二天火了 全小红点 我还发生什么事 我说没发微博的 多两天没发 然后我就觉得 自动找来了 自动找来了 那你们 你什么水平 你点评李皮 我说我 你都打上了吗 直播间已经打上了 你有资格吗 对对对 你有资格评价李皮 对 我说 那我想美娱 那你有啥资格评论我 你没啥评论我 你在中国是这样 就是中国人不评价中国就练 你看头一段时间那个谁曼联 基恩不是评价索尔斯科亚吗 当时我看了那个视频吗 基恩说的是 如果索尔斯科亚进到这个 他们那个直播间吗 解说吗 进到这个直播间 我要问问他 为什么上谁谁谁 为什么不上谁谁谁 对吧 他会有这种很直接的 就是属于足球战术层面的这种讨论 我认为你用谁是对的 用谁是不对的 对 那我们这个足球的 我们可以说叫教练员圈子吧 他们私下里面也是在讨论的 包括微信里边我们也会经常聊 他也会说理解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你让他去电视台去说 你让他公开去说 他是不会去跟你说 他是不会去跟你说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文化方面 不是说文化方面 那必 没有什么东西 肯定会聊的 肯定会聊 你觉得大家不聊吗 你说可能说 这个退役的这些 这些球员 国家队这些球员可能聚在一起吃个饭 就聊国家队那个比赛 什么什么是 离铁怎么怎么样 他们都会聊 但是你让他们公开说 他们就不会说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一种东西 可能不说 不在这个公众平台上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呢 也有可能就是还是爱护中国队嘛 还是希望国家队好嘛 那这会儿 谁站出来多说点什么话 可能这个情况会比现在还要更更更恶劣 站出来说的基本上都是有丝绸的 哎你还别说哎 刚才还挺 你看挺多人翻过我 还指过我带过贵州队带不好 你看我这人厉不厉害 哎我那我那我那我借贤用闲子没事 没有啥话题 我说两句啊 我带贵州队是不行 我跟李铁犯了一个毛病 你懂 就是说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不对等 外部觉得这一队可以冲场 但内部是当时也没有钱 也没有更好的球员 他没有他没有没有能力冲场 这实际上这行吗 这不就信息不对等吗 对我贵州带是不好 但你没看看我贵州还都是全滑板的 我前天要比他 那哪有一个全滑板 一样也转年就冲场了 这不坑人 哪有这个全滑 全世界也没有一个 还贵州这么好的条件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啥的 就是内部和外部的 对这个球队这个掌握的信息 是完全是不匹配的 就这个废话吧 这些 金叔说的这个对 如果我们在贴12强前 直接就跟 就说我们再尽可能的 像世界杯 要是把这个话说起来 也不至于说是大家可能贴 贴完12强赛 就觉得我们也去贴世界杯了 这规划 真的 就说我们贴 球迷啊 我觉得球迷呢有一点 呃我希望你们能够延续的看 或者你们有心的话 你们把我们在 新浪微博上 我们做的连麦 你延续的看 比如40强赛之后 我们对于12强赛的一些展望 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通过40强赛展现的内容 那么到12强赛 可能会出现在问题1234 我们提前都是做过展望的 比如说我们当时说了说 你40强赛的这个中场的配置 那么你中场的人员 吴熙跟这个张熙哲 你的这个防守硬度 防守强度 你是打不了12强赛的 我们提前都说过 那如果我们提前都已经把这些事情 你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问题提前说了 那到最后你又出了问题 那我觉得 我觉得作为我们媒体人也好 包括像王叔这种专业人士 我觉得我们就没有什么责任了 那如果说这些问题提前 让我们说完之后都应验了 那你说是谁的问题呢 那我觉得你主教练你是有问题的 你主教练对于12强赛 你的认知是不是错了 现在我们说说你觉得打阿曼还不错 你觉得打澳大利亚还不错 那我们想问的是前面四场比赛 为什么打的不好 为什么后两场比赛觉得能够接受了 那这里面有没有你主教练的这种责任 有没有你主教练对于球队认知的责任 对于整个同组对手认知的这种责任 你不能说因为这两场比赛打的还可以了 然后前面四场比赛 这种技艺就已经缺失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客观的 包括你说为什么现在球迷很多的这种反应 很多不满意 是因为球迷会说了说你看 你为什么不早点用野牛 你为什么不早点用徐欣 对吧包括在联赛里面 今年北京国安的联赛成绩是不好的 那既然不好的话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国安的球员 今年在联赛里的表现也不行 比如像石中国呀 比如说西哲呀 什么王刚啊大宝啊这些人 那他他在联赛里面表现不好 你为什么又把他去弄到首发 那今年山东鲁能的这个球队 目前是联赛的这个排名第一的 那徐欣表现好 你为什么打到第五场比赛 你才让他首发 很多人总说我们是马后炮 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40枪 在打完之后我们都说了 那我们都说了 为什么就硬压了呢 然后你们一开口 就是你们这帮媒体人 就马后炮 又不懂球了这个那个 我建议你们延续的看 就就像看连续巨师的 一级两级三级四级往下看 嗯 那么昨天这样一个1比1 平的这样一个结果 大家觉得尤其是和上一场比赛相比 那国安队的变化在哪里呢 是基战术啊还是精神 精神面貌方面 到底是哪里有了变化 首先这个阵容跟前几场 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了 我说的前几场 跟上一场澳大利亚去替澳大利亚的 那个首发阵容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嗯 再一个我觉得还是说 还是说比赛当中我们开始有机会了 嗯 就是可以制造这些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了 嗯 你能看得到一些 有一些这种 传接配合的 那你可能踢的时候 可能没有三次到五次以上的这种连续传递 就给别人了 通常 看 应该是中卫有移动 希望通过守门员发动脚下 把钱推进 但是球一放一放稍微给点压力 大脚又上去了 就是 又被人抖回来了 又是对方的球权 嗯 基本上就在这往返于 对方的半场 我们的半场 对方的半场 我们的半场 再来回往返 其实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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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那个强是强的多了 因为这比赛当中 参与到比赛当中 所以说 开始对对方有威胁了 嗯 你第一场跟澳大利亚踢那个 对对方形成不了威胁 我只能说比打第一场 嗯 踢澳大利亚的比赛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那个这个这个进步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已经踢了5场12强赛的比赛 那我觉得你对于12强赛比赛的强度 比赛的这种节奏 你应该相对来说去 相对来说要更顺一些了 嗯 就我们可能说是第一场比赛 大家开玩笑说你可能只有15分钟 30分钟体能 那这场比赛的话 我觉得你的抗击打能力 你这个节奏转换方面你可能会适应的更多了 那回到比赛来说的话 我觉得中国队 整体来说还是处在一个很劣势的一个一个局面 甚至我觉得60分钟的时候 中国队距离0比2这个比分已经非常接近了 只不过说对手的这个8号连续的犯了两次是致命的错误 这个定位球是他给的 这个点球也是他送的 但其实从下半场开场45分钟开始到这60分钟这个时间里面 中国队后场跟中场这条线上的这种空间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对手其实距离进球已经是非常近了 只不过对手自己的这种错误 另外来说他们有时差方面的这种因素 包括人员伤病的这些因素在里面 那么被中国队摆平之后他们显得也比较混乱 但中国队积极的一点就是通过打阿曼这个比赛能够找到了一套 还能够在12强赛里面就说白了就是能跟人家稍稍对上夹的这种比赛 能跟上人节奏的这个这个比赛的这种阵容 那么你去踢澳大利亚的话 如果对手给机会对手犯错误的话 那么我们是有能力去去进球去得分的 但在整体进攻来说 我觉得中国队依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球迷你可以看细节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从门将出球开始 一直到怎么去过半场 下半场我记得是有一个很 我印象很深 好像60分钟的时候 这个球到阿兰这边 然后回过来 经过几次传递之后 又回到盐林林脚底下 最后又一个大脚开球 就是你在整个推进半场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还是非常困难 你最后的这种进球也不是这种 正经上进攻 你还是靠着这种地位球 对呀 这场比赛的高分基本上是这样 昨天我认为就是从0比3到1比1 我总结一下就是比较 三点原因第一你这个首发阵容用对了 是吧反正都是之前大伙一直呼吁的 第二战术也比较好战术也比较合理 你之前第一场比赛还打算跟人家 硬碰硬的对攻一下 后来发现不是那回事 这场比赛你虽然是也是把首发 把这规划都判上去了 但是也都比较防守 还是打的防守问题 包括陆国富你还要回到底线这个防守追求 战术也比较合理 第三我觉得队员真是挺拼的 队员不是给哪一个人提球的 也不是说这个我这个时候我考虑到我这个俱乐部 还有这个什么还有那个有没有 我就扣我回去之后我这个还有没有那个工资拿 俱乐部现行不现行真挺好 真是能拼到这份上 因为有的人跟我说 那穿着国家队衣服就得代表国家队容易就肯定要拼呢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你有时候我说第一场和第六场不一样 你打到这个份上队员心里头他也有数 看能不能出现队员也都知道 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就累死了 可能也确实也是出不了线的 但是这是两回事 我出不了线不代表我不拼了 队员是真就是拼了 但是你可能有时候在联赛里面或者是说 我不敢保证所有队员都是那样 我觉得反正我也打不上 或者是我也没有什么机会 你看昨天替补上场 那八顿确实是非常踢得非常好 队员我觉得真是不是给某个人踢球 都是为这个一是职业精神 二是为得起这身衣服真的 确实是所以说昨天这三年我觉得 是国家队可能表现出现要不错的地方 当然了这里面我刚才说了 咱们今天聊天我说一句 这个刚才那个外面话 咱也没骂哪个教的教主啊 这咱们孝子贤孙全来了你是吧 咱也没批评教主啊是吧 这帮孝子全是在里面是吧 咱也没说谁不行嘛 咱也没说谁不行嘛 黄叔叔到你了 你从专业角度说吧 我从专业角度还是那句话 他第一场 他用踢了这五场球 肯定是有进步 你让谁踢都有进步 你让个小孩踢也都有进步 肯定是都有进步 他这个是正常的过程 你包括你像那个开始 可能这个规划球员可能是 你体能不行 但是这都多长时间了 从开始打到现在这么长时间 中间又有间歇期 有休息也有训练 他肯定是会变好的 他不是说你上来之后 练了正常时间 玩之后都不变好 然后你包括手法 手法这个东西 你改变都是很正常的 你慢慢如果说 那些有能力的球员 他从身体上 各方面调整好的 他一定会被变成 手法阵容当中 因为毕竟足球这个项目 是受社会监管 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面 把自己的想法 除非你球队强到特别强 强到那种 你可以真的可以掌控一切 你所有的阻力和替补 都是可以在这掌控一切的球员 那你有可能你这个时候 会变得有一些私心在里面 但是在国与国之前 那个比赛太难了 你看欧洲北欧洲 这个这个浴血赛这个 那个塞尔维亚 不就给那个葡萄牙给干了 就说这个区别很小的之间 就看谁就是那一个球 和一个叉大间的一个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他肯定是有变化 现在也是不错 而且现在就是说 把一个好的方向再走 一点点再感受这个十二强赛 从第一场比赛 可能十分钟 二十分钟 可能基本就要捧的节奏 到现在可能到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以后 可能确实双方还是 从节奏上这个强度上跑 还是有区别 然后就被对手 拥有了一些这个进攻的主导权 然后对手就会在那个时间段进球 因为是你的节奏下来的 你节奏一下来之后 对手肯定会获得机会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咱们在那个时间段 要不就被动 他一打 要不就被对手进球 会经常出现在那个时间段 这个没办法 就是说 你可能这个得需要点时间 这可能不是 你强度想要上去 可能靠一两个月时间 这个作为训练角度来讲 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教练 可以通过这个训练 在两个月时间内 可以让这个球队的转换节奏 迅速可以达到一个特别高的级别 这个是 这是不可能 从生理角度来讲 是完成不了的 是完成不了的 所以说怎么说呢 就现在来讲 基本上还是在预期当中 没有什么更多意外的东西 就是说实际上来讲 我们在想好多好的 好多小的细节来讲 你会觉得 这里能做得更好一点 那里能更好一点 但实际上 足球场上 是一个对是一个 但是有一个最组 最肢结的话 就是也得考验好多个位置 单平的一对一的能力 强与弱 还是会解决问题的 就是我们可能会用组织 来去解决一定的问题 但是一对一 每一个各单独 单独位上 一对一这个能力 那也是能决定这个比赛 就是说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可能有时候 也会在这个之前 就会能力也会在这个 整体之前 整体之前 所以说我觉得 国家队现在目前所表现的东西 是正常的 就是说 正常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 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他也没额外拿回来更多的东西 但也没有 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哪个人失常了 他那里没有失常 没有任何一个队员在这个比赛中失常了 就是说跟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是有差别 那个是没有 但是这个情况也是 确实也存在于我们比对手弱 就是说我们没有对手强 这些对手我们没有对手强 所以说也是存在于这个基础上 所以说得到的这个 所以说得到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得到的这些东西 就是首先他基本的主力这种 手法这种确定了 然后打法呢 现在你打法也跟一样了 防守更故意了 然后收缩的也更比以前更往靠后了 进攻其实是比以前打的简单了 但是这种简单的更有效 其实咱们现在有打法跟阿曼这种 就是说实话 现在离底慢慢他找到了 属于中国队在亚洲12强赛定位的这种相对的 打法 我昨天其实在想一个什么事 在李铁赛后发布会讲的话之前 我在想一个事 李铁是1997年七五生之后 在国家队打12强这个级别的比赛 场次最多的主教练 光不只打了四场 这个住往后他们就都没牢上打的 这是中国教练 而且他今年他比我小一岁 他今年45 非常好的年龄 45是一个教练的黄金年龄 就是他本来打到现在 你的技战术指挥上进步是有的 你能看出他的改变和进步 他又打了六场 如果他这个阶段打完打了十场 对一个这个年龄段的教练来说 非常大的财富 一个事你就知道了 一个教练到55岁才是他的黄金期 还是他的黄金期 对吧 那他提前十年就有财富 如果他能潜心把这个东西消化好 是中国足球很大一个财富 但是一看赛后发布会 一看 还没到 他可能在进步的层面上 但作为主教练 你在你的心理的控制上 你在你的情绪的调节 在你的格局上 你可能差的东西太多 这个东西是会影响到你职教的 嗯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无论是对李铁自己来说 或是说来说 都是一个挺大的遗憾和损失 真的 就是刚才我那个叫线没说完 就是老袁说他崩了 李铁心里没崩 这个就是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就要还回去 作为主教练来讲 你不能这么做 主教练这个位置 都不需要你克制和内敛 而不是需要你外放和 穆里尼奥 你看他的很多 他是有目的的 他不是为了他个人的恩怨 个人的畅快 这好像是为了球队的需要 他主教练 你说任何一个话 你主教练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 一个领导你说任何的话 你不是为了这个团队好 是为了这个大格局好 而不是为了我个人发泄情绪去畅快 那你说昨天李铁是他说的话 王叔叔也是教练出身 你对球队对团队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 除了你集火 其实昨天本来 在这个球打完 大家对国家队的支持 对国家队的印象 都起来了 昨天别说是扳平了 我看到六十多分钟的时候 我都说 今天其实一比零输了 我也觉得今天打得不错 打得很正常 我也觉得不会去 披平国家队 披平 可是你赛后 这一个把你之前这一场 队员九十分钟的努力全给颠覆了 你做的是反向的东西 这对一个主教练来说是大批 不合格的 我们现在批的都是批的 晒后这种情绪的发泄 你主教练是不可以那么发泄 有人说你们媒体人们可以随便批评 你媒体人和主教练的要求是对的 你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是批评 对吧 你主教练你是领导 你是带领这个团队走向更好 你是一个领导者 对不对 你平常一个批评的领导 一个政府的批评 可以这么讲话吗 就是我跟你说 正常这个事儿 正常是必要责任 你之前那种情况 在发布会上 出现那种言论失控的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一个职业教练 李白知道卡拉瓦罗特隆 合同里一定是有规定的 所有职业学员职业教练 你合同里一定有规定的 你中国职业的监管在哪里 你前几次发表 最好的言论 你中国职业有没有跟他进行沟通和谈话 对不对 就像说一般这种谈话 要不就任期到了 要不就主动辞职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情绪 这个情绪的管控 对于一个职业教练来说 绝对是个大忌 你可以作为普通人 我可以在 可能有这个发泄型 因为我不去当一个教练 今天我开玩笑 可能大家简单的说 我们不挣那两万 那李皮他挣两千万 他如果这么大 他就不干了呗 对不对 你职业教练 职业教练 哪里是一定有他的道理的 你对自己 对你的团队应该有更大的约束 和责任 我们说的是这个 而不是说 他说的是实话 刚才我也说了 有些话是诡辩 不是实话 另外就是有实话都能说吗 有些话是肯定在团队中 我比方说防疫这个困难这个责任 大家都看到了 你也说很多遍了 再强调这个就没意思了 过于强调困难就没意思了 都不容易 都有困难 但是为什么 在这个位置上 让你来这个位置上 就是让你克服困难的 你没有这个困难 还有别的困难 对吧 那97年 初中时代 那每天一个一万米 那一个课场条件 包括89年 高中人带队去打那个六强赛 球队 到那才发现 一包20个人 18个人 3个商号 到最后 11个上场名单 只有3个替补 这个困难他能说吗 他不也得下课吗 对不对 你这些困难 你得承受的 你直接教练尽快手 你像王叔说了 俱乐部不发钱 你打不好 还得他下课 他都说因为俱乐部不发钱 你们凭啥要我下课 对不对 你今天大家都看到了 陈欣欣那么 让王叔带队上去 王叔也没说下课的时候 他跳出来 说你们俱乐部不发钱 就让你们平常 你职业教练 你这个东西得承受 你在接队 你不瞭解这个情况 对不对 你得承受这个东西 那 那那那你现在 就是说 该你承受的东西 你不承受 然后 你只享受胜利的结果 或者是 我只享受这个 我成功的快感 那是不对的 而且 而且舆论 叫做环境 其实 你作为主教练来说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也是有责任的 那么 那么包括现在 李铁你承受的很多的这种 谩骂指责 各个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李铁你在 在连续的赛后新闻发布会的 你这些言论 我觉得是给你做了减分的 很多人的这种负面情绪 其实跟他说的这些话 是 是有关联的 你不能说你赢球 你比如说四孔赛 你打了 四连胜 对吧 大家都在夸你 那你把这些 对你的 褒奖你都接受了 那现在对你的批评生意 你就不接受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肯定是 肯定是不行的 各位老师好 欢迎董路老师 大家好 我看这个 在心情上 一直都说 董路老师怎么不来呀 我们今天 多个脸啊 我们欢迎 赵老师 这个 董老师好 徐老师 李老师 还有王指导 王指导 我一直想认识你 能不能给我的机会 我老早就认识你 哈哈 我们 我们看你的东西长大的 别别别 你看着我的东西 看着我被骂了 没有 我我我看着杨诚婚礼的时候 你去的吗 哈哈哈哈 对 我发生比较晚 哈哈 黄月祥也去了 黄老师不也去 哈哈 其实我跟这个赵震徐江呢 虽然说不算朋友 但是平常也有一些交流 跟李白老师呢 也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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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岛见过 在青岛见过 而且还在三亚 你去旅游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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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花手 对吧 对 想起来 就不留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 我想谈一谈就是 我为什么没有骂李铁 好吧 嗯 我觉得呢 就是 李铁啊 到现在为止 打的这些比赛啊 确实没有什么惊喜 但是呢 也确实 没有 没有说到 多么不堪的 地步 比如说 他输澳大亚 输沙特 输日本 比如说 他 包括 包括这个 三比二 越南 或者是 澳大利亚 我认为 他是 基本符合 中国队现有实力的 嗯 如果你一定要说 中国队的整体实力 呃 不是这样的 应该比这个更好 那么 我们在这个 十二强赛之前 相关 相关机构 对十二支队伍的 出现的 形式 做过这种 专业的 分析 中国队是 百分之三的 是十二强赛的 倒数 这个是一个事实 就你不能说 那些机构 也是 被 被离铁买通了 或者是收到 我的拉面了 对吧 这是第一 就是他现在的 城市 没有 没有像 我们凭菲律宾 输叙利亚 输 乌兹别克 或者输 呃 输这个叙利亚 那么 那么不堪 高宏波是输的 别克 输的叙利亚 李皮呢 是凭的 菲律宾 输的叙利亚 那你这 两相对 我不能说 带队的成绩 有 有多么 辉煌 但是至少 是在合理合理 半球之内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点呢 李铁犯过错误 每场比赛 都有一些偏差 但是这些错误 是不是就 属于十恶不赦 如果这些错误 都是要揪着 用放大镜 来去看 那么请问 每个周末的独大联赛 有没有 层出不穷的犯错误的名算 利物浦 2比2推不来准 克洛普 有没有问题 切尔西 1比1平 伯恩利 图赫尔 有没有问题 曼城 输给水晶宫 刮吊拉 也有问题 黄马输给西班牙人 安居洛蒂克 也有问题 我相信 如果我们用结果 来推 教练的 布阵 指挥 那我相信这些世界名帅 在每一个周末 都会犯 李铁同样的问题 那么李皮 李皮0比3 输给伊朗 和李铁0比3 输给澳大利亚 请问 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有本质的区别吗 那么都是可能 对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对吧 所以我认为李铁确实 有它的偏差 但是这种偏差 并不是说 十恶不赦 也并不是说 凤毛麟角 它是一个足球世界里边 你只要比赛打不好 你一定会被说 在某些 结果不好 所谓结果没有达到公众的预期 那一定会被挑点 这个没什么 啊 那么第三一个呢 我想说 刚才赵振说 说李铁赛后新发布会 不应该那么表达 其实我也理解的是 假如赵老师 徐老师 以及所有的老师 在比赛之前 包括新浪体育 你都能为中国队 为李铁 说一说它的蓝色 我相信李铁可能 不会再发布会上 没有主场 到底是不是烈士 请问四年前 韩国队15分出现 韩国队在主场拿了多少分 13分 韩国队在客场拿了多少分 5场拿了2分 这是主场最大的优势 这难道不是 中国队本次备战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吗 没有热身赛 对一个队伍到底有多大影响 王欣欣知道应该更清楚 为什么李铁现在越打 感觉越搞到了一种正确的轨道 越来越好像自如了 那么就是因为 他把澳大利亚跟日本 包括对越南 都只能当做热身赛的一部分去尝试吗 如果之前我们打过澳大利亚 打过日本同级别的队伍 有两三场的热身赛 他是不是就有可能 在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 就有可能是对阿曼 或者是对这个澳大利亚第二队 这样的表现 所以我们应该足够客观 李铁的错误 我们可以指出来 但是李铁所遇到的困难 国家队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 你告诉我 是卡马乔经历过 还是李铁经历过 是齐武生经历过 还是高灰国经历过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任的 国家队主教练经历过 还有一点 赵震 如果李铁在赛国发布会 说的这些实话 都被你认为是抱怨 是发泄的话 那么请问李铁走的时候 他在发布会上所说的 把所有的工作都还给中国球员 他是不是一个职业教练 他说的话又应该怎么样评论呢 所以我一直觉得 董老师我打断一下 所以你可以翻一翻 敌在任的时候 我有没有批评他 我和徐江当时对他有什么态度 对吧 可以 那么我想问你 你当时批评他 你受到公众怎么样的对待 没问题 公众自己 恒巴 恒巴 那么 好了 那么李铁犯的错误 李铁犯了又怎么样呢 一样得爱批评啊 而且 董老师 对 那么爱批评能证明这李铁什么呢 我有一点不同意你 李铁在发布会上没有实话实说 他说 就在洛国富这个使用问题上 他就没有实话实说 他说洛国富按他的说法 那 他是完全按照他的安排 全面到了上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 李铁这次让四个规划一块手发 比赛四个规划手发 我认为也是不应该的 埃尔克斯应该上 他四个规划以后 他不是特意外面压力 他为了放层的压力 一个交代 我刚才说了 你没看吗 他不是走了 他也不在场面大喊大叫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也是他计划好的吗 难道 不是 他大叫被人 他大叫被人骂 他不叫也被人骂 他吹头也被人骂 他不吹头也被人骂 他上 他不上规划被人骂 他上规划也被人骂 那么我问你 赵震 你知道昨天这场比赛 国外的专业机构 对这个比赛的 场上队员的评分 谁最低吗 谁最低啊 你猜谁最低 我猜不出来啊 你说什么 你们哪个专业机构啊 因为一场比赛的评分 不是只有一个专业机构 你说哪家的评分吗 是Viscot的 还是胡斯康的 你说哪家的吗 我发微博了 你自己去看 你可以说嘛 这大家都在这 对吧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评分最低的 就是两个规划 对啊 我这个跟你看法一致 诺老师 这个是咱俩一致的 我也不认为 这个国库 就是应该必须带上 我也不认为 四大规划 就必须要首发 但是你看看 李铁这场赛后怎么说的 他认为到这场比赛 他给练到了 就应该四个规划上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胡老师 你认为李铁说的对吗 是实话吗 你说李铁哪句话不是实话 你说哪句话不是实话 他说 他说阿洛的问题 他说阿洛练了两月 练到体能练到 可以首发 可以打得更多了 你看了吧 他身后发布会 有了一块 阿洛那段 他说之前没让阿洛上 他一直想上 就是因为阿洛怕阿洛受伤 我认为对阿洛的 问题啊 阿洛的 他是说他的广化的 你认为 你认为之前李铁对规划手 这个使用对不对啊 我认为没有大问题 没有大问题 没有大问题 这个 这个 这一点 我俩是一点 一次上回我俩一块儿挨拆去了 我认为阿洛 就是二三四分钟球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体能水平 上场话 但是阿洛没错啊 我们批评他错的 也不是说在规划这个问题上 对不对 那你批评 不是 规划 规划指示 你认为就李铁使用的 没有问题是吧 最常有问题 我认为是的 不应该一块上 他这场用四个规划一块上 就是为了 就是取悦一部分人 然后为了表达自己压力 他要为了取悦人 他为什么不早就按照 按照那个球迷说的都上不完了吗 他不会取悦球迷的 你不了解李铁 李铁不会取悦球迷的 那取悦谁呢 那他肯定需要有他取悦的人 包括他 能不能够咱们不用这种阴谋论 那我问问 那董老师你给我解释一下 李铁为什么这场吹了三十多年的头发 刚才我说了 这个三十多年的习惯 说改就改 非常大的毅力 我做不到 可能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到 那大部分人做不到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也改了呢 为什么 对吧 就你场面喊这事可以改 这个事为什么也改了呢 吹头发是不对的是吧 不是 没有人说不对啊 他为什么这场的头发都不吹了呢 他吹头不是被人挤的吗 我我我也是辣 别人骂我拉面我就不卖了 你拉面才卖了不到一天 立体自己在采访上说了 他吹头发是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的习惯 那我丈母娘吃了五十多年的肉 那后来吃素了也是一天的事啊 老赵老董我打断你俩一下啊 我说一下就是 其实对于李铁的很多的批评的声音 基战术方面是有的 那么另外的话 我觉得就是你在新发布会上是没有担当的 就你不能所有的 你你比如说你像葡萄牙队输给了赛尔维亚对吧 人家主教练赛后说的是什么 说我们进攻的时候总能给对手制造麻烦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没有什么威胁进攻 他说这个责任是在我的 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把这个有效的信息传达给球员 那你作为主教练来说的话 我觉得国家队球员很多也认为他没有担当 你不能说输了比赛之后 对吧 你比如打完日文 你就说中国队就在中国 中国主教练要带 就你说的全是这些东西 而没有说我作为主教练一些东西 包括有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问他换人的问题 他说战术的问题我不谈 那么昨天的发布会 你又搞了三十多分钟 你说的都是 我觉得他很多的这种 迪正的这个队里的这种 对他的负面 就是来源 比他赛后新闻发布会 至于说 诺人来说的话 出了 四强赛打完之后 其实我们对于十二强赛的这种展望 我们说了 我说你没有一个世界杯的周期 你不知道你手底下的一些球员 阵容战术打法 能不能够适应十二强赛 这些都是有预估的 你打不好 我们也都是有预估的 但是我们没有预估到 就是在赛后新闻发布会里面 永远都没有错 你永远都是胜利者 你替日本零射 你居然能说出来 说中国的这个 中国国家队主要链位置 只能是中国人才能取得成功 我不知道你这个 主将这样 我问你 你又说穆里尼奥 穆里尼奥的被认为呢 你就是穷民调侃 发布会又翻回一城 穆里尼奥也从来不成 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次 会指责穆里尼奥没有担当 那董老师我也告诉你 就在头几天这个比赛打之前 我跟队员 我们私下沟通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的是 这次回来没有之前 骂得凶了 咱俩都在北京 有机会咱俩可以见面 我可以把我微信聊天 我可以给你看 我让你知道一下 国家队到底是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有些东西 国家队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只看场上的表现 你告诉我 场上的表现 我不认为一个球队 无偿比赛 无偿首发 每场比赛都在做减法 这个队员 今天在首发名单里面 明天就出了23人名单 我不认为 这是一个正常的球队模式 因为它本身中 是一个正常的球队模式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集训模式 它是48天 它是48天气泡式管理 那么有的队员崩了 有的队员跟教练反目了 这都很正常 因为没有人的 没有人 你要真知道什么内幕 你要真知道 你要真有什么内幕 你就发出来 你把哪个队员说什么了 你都发出来不就完了吗 对吧 你何必你用这种方式 你这种方式 你的表达没有任何意义 你要不然你就说出来 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在场上的 先后上场的这十几个队员 都是为李铁来拼的 这个承认法 在这种状况下 这些队员明明的知道 期望很小 他们是为指责 还是为钱 他们只为李铁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王导你说说 王导 我特别想听听王导的想法 在之前好多这种连线当中 就关于这些问题 都说的都臭不了我了 都说了挺多了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教练来讲 就是说他做的东西肯定是 你怎么都能 肯定是有毛病 就是说你怎么都能 因为带一个困 不只带国家队 带任何一个困难 来讲其实都是有赢有赎 你要输了的话 等马回倒退的话 他肯定是有问题 你怎么都能说出问题 就像你说他五大联赛 他也肯定能找出问题 但现在问题是 我要想这个问题的话 就李铁现在适不适合 能不能站在这个位置上 我会考虑到这个位置上 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主教练来讲 我觉得从实际上 各方面来讲 我觉得他站在这边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现在咱们就是这个水平 实际上就是这个水平 他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他有些事 确实他可以做的更好 就比如说赛后新闻发布会这个事 包括在之前去披露这个信息这件事 他就是可以做的更好的事 就这方面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关于场地内的事 所有外界所有关注到这个是球队 包括关注到这个 这件事上的事来 没有人知道专业是什么 谁上谁谁下谁 能有全中国十亿人 能有十亿个想法 应该写像手法上谁 玩屁股上谁 谁应该上谁 他能有这么多个想法 但是主教练就是罗练 他肯定他有对这件事绝对的这种权利 所以说最后如果说0比3 数比澳大利亚 那表现的就是不好 无论上你实力上的差距有多大 那个你是聊不到这个事上来讲 我觉得是这个事的 就是聊不到这件事 但是你1比1平澳大利亚来讲 那就是一场好的比赛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实力上的差距最后比分1比1 那就是安排上各方面 最中间比赛的过程当中 那个都是合理的 他才能得到这个结果 那不是个运气 运气会在某一场比赛 某一段时间可以行 但不可能是一直都行 完全都行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站在一个客观角度来讲 我就是这么看 而且主教练这个位置 是世界上最孤单的 他最后昨天在32分钟 32分钟离记者会 我觉得我在看到这个时候 如果当时我在场的话 我也会阻止他这么去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结果点上 你发表这件事 我觉得你谈论这件事不好 就最起码如果说 他在这之前 在走进新闻发布会听之前 我就会告诉他 这个事先别做 而且你先别谈论这件事 如果你谈论了 就跟郭德纲说那句话 如果你真的正眼看了他一眼 你就数了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觉得挺简单的 你真的拿正眼看你一眼 你就数了 因为你代表的是专业 你不是代表 你代表中国所有的人 所有人都看着你在做什么 然后就评价你好或者是不好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 都不应该评价这个事 你评价这事没意义 你评价这事有什么意义 这不就杠上了 说白了你要是杠上了 你要是你作为一个转业人或内行 你要是跟别人杠上了 那就不对了 就哪怕是你回应一句 你就不对了 就刚才我也发那个 刚才我也发那毛病了 就说当有人质疑你的时候 你回头 就说当别人在其他行业 去质疑你的时候 就质疑你的转业的时候 你回头只要跟他杠一句 或者看他一眼 你就已经数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 而且就是说 他所有的一切一切 表达出来到今天 其实他做的场内东西 已经足够多了 而且做的场内东西 已经足够优秀了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他面临的是全中国的人 我还认为的话 全中国的人 有些是球迷 有些他不是球迷 当他面对这些人中的话 他一定要做得更好 一定要做得更完美的 而不是只是关于到 足球方面 场内方面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作为国家队的主要链 他应该更多的知道 面对全国中国人 去怎么去表达这种 关于这种焦点问题 或者矛盾问题 和关于把比赛场内的东西 和场外的东西 之间能为两者结合的更好 可能这个才是 国家队主要链的位置 所以应该做的一些东西 这是我的一些 比较粗浅的理解 那个新鑫 我想问一下 就你觉得 李铁在发布会上 哪句话说的不合适吗 就哪方面说的不合适 因为其实有些东西 咱说实话 就是说 网上好多东西 和这个旁边东西 肯定大家都会看 但是看的这些东西 你有些东西是可以去 但是有些东西 它并不转业 其实我知道 什么问题是转业的 什么问题是不转业的 你只能回应 转业的问题 至于其他所有的问题 你就可以盖过破数 那洛国富上不上场 规划球员 这不是专业吗 这应该是专业问题 专业 你应该从他洛国富本身的角度 去讲这个问题 跟其他人无关 跟其他人的观点和立场都无关 就说如果说 如果富的问题 他能不能上场或什么样 是取决于战术安排 取决于他自己身体的这个能力 现在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应对问题 这叫媒体公管 我觉得这是媒体公管的问题 就说这个问题等于 你如果说你要真的是去说 或者是表达 或者是你觉得是帮洛国富去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 没有人会去那么深去理解这个问题 我不觉得有人 真的真的去理解 这背后的含义和之间什么 他每个人只是站在自己角度 去分析这个问题 所以你只要表达是这个 表达出来 洛国富到底现在他在一个什么程度 他能行或不能行就完事了 没有一个主教练会去 真的从心里去 去分析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人从心理上的角度来讲 情感都是不一样的 就看待一个人 包括你看李帖 包括虚江看李帖 赵正李白 静儿姐 包括我 我们几个人看待李帖 都不是一个角度 没法把这个意见能统一到 移视到这个角度 有可能在某一个观点 我们会移视 但并不能所有的观点都移视 所以说这就是我在看 就是说他赛后新闻发布会 所说的一些东西 有的是好的 但有的完全不能应该 在这种新闻发布会上 去表达这个事 因为作为主教类来讲 他面对的不只是这个 说白了 不只是球迷 也不只是在某一个角度去求明 你只要是客观陈述这些东西就足够了 不是 我没听清楚这个王王说 他哪句话 在你看来哪句话是不应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 其实他最后新闻发布会 这个节奏和时间线都是不好的 这时间线时间点都不是特别好 就说他在这个结果眼上 如果说他不应对 反而倒是一个好的事 他应对了 反而会遭到更多的 就是说 反而会遭到更多不同的声音 不是我们先不说先不说他他这个话会遭到什么 就是他哪句话在你看来觉得不应该说 或者徐江你你说一下哪句话 就让你印象最深 老总你既然点到我啊 就刚才我说 我说球队内部气氛的事啊 我觉得您是老媒体人了 我们老媒体人对吧 有这事我觉得 比如怎么讲的 你可能懂 我说一个事 你比如当年有人提前楼报吧 写李章珠 李章珠说欠辛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被爆出来之后呢 李章珠又说 我没有欠辛 那你说这个事欠辛 包括好两天发生的事情 贵州的球员 联名各种签名 说被欠辛了我们的讨心 然后又按了红手烟 雪了呼啦的 然后就在头两天 贵州俱乐部又说了 我们要这个 什么要跟这个 转发这些人的这些媒体 要打官司 那你说他到底欠辛你欠辛 那同样我再往回说 佩兰国家队的时候 有一场比赛打完之后 余汉超有一个单刀球没进 在以前的训练 就是比赛结束之后的恢复训练 然后佩兰说 说如果中国队出不了线 余汉超就是你的责任 我把这个 就曝光了 那如果说 球队就不承认 球队说佩兰没有说过这个话 他发一个公告出来 那你觉得是我在造假新闻的 还是我没造假新闻 那不如前来说 你说球队的这些 有一些情绪 有一些问题 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他球队内部的事情 你让我说 让我非得点出来谁的名字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我做不到 咱俩说 咱俩说 我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你 但如果你说我是 是固动全虚或者说你的 你的粉丝认为我是固动全虚 那我觉得我也没办法 虚江 我可能 我可能长你几岁 我跟过 少几多岁 我跟过米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米卢怎么样 米卢的国家队从始至终都有矛盾 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吗 打阿曼 1比0的那场比赛 即便说是出现之战 米卢喊 孙几喊 孙几喊回头一口 fuck you 这你见过吗 你没见过吧 所以我告诉你 一个队里边 一个队里边 有人说对主教练 可能有点什么想法 这个太正常 关键我就看 老总我们争论的问题 争论的不是说 这个球队他应不应该有 听我说完 听我说完 问题是 你听我说完 今天他到新发布会这些言论 其实是你在给自己招黑 我们争论的是这些东西 因为你没有一个担当 不是 我本来就问你 你结果你非得说国家队的气氛 因为你没有担当 因为你没有担当 所以球员他一次有这种 不满意的这种情绪的 认为你没有担当 我问你 你也有 因为你没有担当 没有担当 我先说完 你让我说完 你让我说完行吗 好吗 让我说完行吗 我岁数大点 你让我说完 如果 如果一个队伍 一个队伍 一个队伍 长时间的这种封闭 48天在西亚 他里有人崩溃 有人打不上比赛 天天还在那坐着 他有一些情绪 包括对李铁也好 我觉得对他爸妈都好 这个很正常 一个队里边有 有不同的声音都很正常 我带着12岁的队伍 我带着12岁的队伍 有小孩踢不上比赛都有 这当然正常 那么我想看到 现在在场上 有没有人不拼 规划 你和盆土球员之间 是不是同仇共济 同仇敌凯 这些东西 是我们可以见到的 那么有情绪这个事儿 如果你扩裔的发大 伊斯科对安切洛基 萨乌尔对图赫尔 有没有情绪 斯特林对瓜调拉 有没有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么聊的话 实际上哪个教练 说可以让所有队员 都没有情绪 都一致说好 问问李白 有没有人对卡纳瓦罗有情绪 有有有有 不是 我能够说两句 我能够说两句 我给你 我点你就让你说 这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咱们都 没必要再去争论这些事情 咱们应该国家队这个定位 大家应该都有清楚 啥意思呢 应该咱们的水平 就在这个小组的四五六名 主教练如果说 打不到第四名 你第五名 要是在小组垫底了 你这个工作肯定是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好 如果你提到钱 那我们就是正常水平 我觉得这个没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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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可说的 对吧 你如果说这个小组最后 那肯定就是我们的水平不是垫底啊 对 我同意 我同意李白老师说的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对吧 你如果带着球队能踢到第四啊 我们正常完成任务了 对吧 你如果提到第六 这东西那肯定得有人出来责任了 因为我们的球员的能力不应该是在阿满和越南之间 所以 所以我想说的是 你比如说赵震 赵震徐江啊 我们我们有的媒体人呢 在这个 比如说中国队打十二强赛之前 一片悲观 甚至说中国队打日本 说你想给出出主意 他都说不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太强了 怎么出主意都没用 可是一旦打完了 又挑三减四 这是为什么呢 十二强赛 你也没没接手之前 很多中国球迷说 中国队已经开始备战 下届世界杯了 对中国队近十二强赛 都一片 一片这个不看好 那么现在打进了十二强赛 又得拢望鼠 又非得要 不能输澳大利亚 又不能输沙特 又不能输日本 然后又必须得赢阿满 你是谁呀 你这么牛逼 怎么没有那些机构 怎么评 凭这个十二强赛 出现概率 为什么你是倒数第二呢 越南都在你上面 黎巴嫩在你下面 那那些机构是凭什么 做出的这个判断的呢 董老师 我接你这话说两句 刚才我又想跟你说这个事 就是 咱先说说 为什么球迷对你这么认同 就是说你懂球 你也 为什么会有这两年 有这个积累呢 因为你做中国足球小将 对吧 对 为什么中国足球小将 大家觉得做得好 对吧 对 因为你不光在国内 把这帮孩子组织到一起 再去欧洲比赛跟巴萨打过 对不对 跟德国多特蒙德这些队都打过 对不对 我们把他有的打平了 有的赢了 对吧 但是如果在你打之前 让欧洲的专业机构也好 球迷也好 大家去听 说中国足球小将 那个队去跟巴萨打 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包括球迷 普通球迷 你肯定让人打花了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你 大家认为你懂球 你那啥 就是因为你带队跟他打 在大家不看好的情况 你把这比赛打好 这就是一个教练的作用 对吧 那如果就像你说的 我们这个教练 你说英超为什么 每天保敌队他有下课的 都知道你肯定有三个降级的 你说到最后这个队 排名赛前预测 倒数第二第三呢 你就降级 对不对 最后为什么你打得不好 要降级要还换教练呢 因为教练的一个主要职责 是应该让你带的球队变得更好 而不是个地踏步或更差 对不对 那我们看李铁打的前两场比 我没有看到更好 而且我们在四肢强赛结束的时候 测的一些问题 他作为专业人应该批我们更清楚 他没预测到 他在训练也没练到 对吧 那就是我从专业角度对他不满的一个原因 对吧 那就说了如果都是按照事业预测的 那老董你带队去欧洲不用打了 就直接跟巴萨认合了 为什么要跟他打 为什么要安排这种打法 有的人说你什么安排这个球打简单的 我想赢球 我那个技术能力在我想赢球 就是用这个打法 我说对吧 嗯 你跟人打脚下打船空 那你可能打滑了 那是真打滑了 因为人练了十几年 你可能练了两年 这个咱都不懂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对李铁投两场指挥不满意的 在这个上面 我知道 从你的角度来讲 你应该认可这个事 我认可 听我说 第一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 在队四年全胜 这是第一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比如说我去德国 我夺冠 我是因为之前打了一场热身赛 跟汉诺威输了0比5 我有那个0比5 我开始找问题 我后来五战全胜 那么李铁显然他没有这样的热身赛 不不不不不不 李铁这40场 就是如果一个职业教练 是他这个 没打热身赛是个很大的不足 但是那一场40强赛啊 对他来说 这一块最好的练兵 就包括最后打叙利亚的时候 我们在叙利亚之间直播都说了 这场比赛 你不是光考虑出现了 你得为你12强赛去做准 因为你本身没有热身赛这个事 你李铁在那个时候是知道的 不是说突然发生8月份 你打不了热身赛了 你是知道的 那40强赛最后他还是用那套阵容 还是他没想到去 按照12强赛你去准备去试一下 如果我们有记忆的话 嗯 那么在打完了这个日本之后 是联系热身赛的 你不能说在40强赛 他就知道一定没有热身赛 对吧 所以我的理解是一个教练 应该让一个队更好 但是一个教练 温格也说过 一个教练对一个队伍的整体实力的拉动 最多是10% 不可能再有什么 刮掉拉他带 他带英超 要用这个标准 他最后也得是下课 那不可能让一个 那如果 市面上有多少的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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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温格说的 难道你认为 中国足球小将的水平跟巴萨之间就差10%吗 所以我告诉你 对 赵震 我曾经在我直播间里说过 如果用结果 来衡量一个教练犯错误 没犯错误 那么我告诉你 在过去的四年 全世界没有犯错误的只有我 因为我该赢的全赢了 我平局都没有 国内100多场正式比赛 我全胜 我八次赢绿层 三次赢复利 三次赢鲁能 两次赢恒大 那你说这个事儿 但是我知道 这件事情 它有它的特殊性 就是我 可能对于整个这个孩子的 这个把控的能力 可能要离铁把控这些成人 要简单一些 要简单一些 另外一个 我也得承认就是 我很努力 之所以我敢直面 所有的媒体人攻击我的 就是我知道 我用的时间比它们长 我用的工比它们多 我的实践比它们多 但是你能拿我这个特例 来去解释鲁 那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坦白说 鲁铁现在相对来讲 它没有达到 我在这个年龄段 在国内的这个水平 你也找不到别人 鲁铁做不到 一百战才上 别人谁做到 也做不到 礼皮都做不到 挂掉拉都做不到 那你这个就推到极致了 我谢谢你给我做广告 我也谢谢你认可我 但是 但是 我说的不是你在国内的成绩 就是我们同向对比 你去欧洲跟他们这些队打 其实跟李铁在十二阳赛 跟这些队打的实力差距 或外界平衡 我也说过一个叫塔拉格纳的队 是一个我们绝对能赢的队 但是因为队员崩了 因为打完巴萨 两个小时以后 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精力全都释放了之后 我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三个主力上去之后 都给踢球了 邦邦就被人打了 然后又换下来 赶紧又折腾 也没折腾过来 我也有过失败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跟哥几个 因为哥几个都正确 底色都是很好的人 我想跟你们说 就是为什么说我理解 是因为我真的感同身受 我觉得一个没有热身赛的 没有主场的 差不多两个月 来气泡式管理的 又面对着规划和本土球员的融合的 又面对着舆论的这种 这种全网攻击的 他能最后出现这场比赛 所有的队员都拼尽全力 我也跟赵震感觉一样 下半场六七十分钟 我都震惊了 我觉得这个队怎么现在还能有 这么强大的一个摆扬的力量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教练的作用 你想象一下 如果换成一个外教 或者是另外一个本土教练 他能不能够在这一刻 还能够让这些人被他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疑问 我觉得是一个疑问 因为我们见过卡马乔 一比武术给泰国 我们见过李皮走的时候 没有一个国脚 给李皮社交媒体上做任何的感恩和道谢 这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而我所见的就是昨天晚上 所有的队员 包括规划 包括本土 他们都在拼 你告诉我他们为谁拼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贝勒 朵老师 如果有一天李铁下课了 你怎么会出现那个情况呢 他有一点你观察一个事儿啊 为什么那李铁被全国网民专业人士 或者球迷媒体这些人这么喷的情况下 他的那些建立宝队友也好 辽足的队友也好 没有几个人站出来帮他说 你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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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这么请问 李铁走的时候 哪个国脚发了感恩感致谢的微博呢 或者是 下课的教练大部分都会是这个下场 要不然他怎么会下课呢 就只有省不住 很多教练 卡纳瓦罗 卡纳瓦罗下课的时候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恒大的队员 会感谢他呢 你是这次还是第一次 哪次都一样啊 这一次是因为特殊原因 这次是因为局部没钱了 哪次都是一样的赵真 你说的对 我告诉你 建立宝的 我也跟他的建立宝队友聊过 但是呢 在这样一个 舆论环境之下 请问 谁敢站出来李铁啊 为什么不敢呢 为什么 因为李铁本身也有错误啊 对啊 就是说我们说了 他本身是有错误的 他有错误 最如致死啊 没有让他死啊 那你让他干什么呢 因为这个球队 对于球队来说 我们关心中国队的是 为什么 董老师咱说一个事啊 为什么 昨天那场比赛 还有这么多人去看 就是因为中国队还没死 如果昨天那场比赛 中国队已经死透了 理论上出现希望都没有了 你觉得还会有这么多看 我们还会在这去讨论他吗 不会 大家说 换一个教练也不是 理解下课不知识 是罪不知识 他下课了也不代表 他直接成啥完蛋啊 他之后他直接成啥常了 我们想说换一个教练也不意味着 说我们就肯定要出现金世界杯 我们的意味 我们的想法是 能把这个希望尽可能的保留长一点 为什么上级高红波 孙子别克也没死呢 为什么高红波自己辞职了呢 李皮打代队 40强赛 其实大家都知道 谁代队 最后那12强赛也是能出现的 赢三场就行 为什么李皮走了呢 因为他也觉得 这个队代队就没意思了 这个队李铁如果真有担当 他在打完沙特的时候 他为了这个队后边还好 有的时候足球你都知道足球就换手如换刀 不是说后边上来的水平肯定比你高 大家换个心气而已 对吧 他为啥不辞职呢 老总老头 老总老头 我说两句啊 首先呢就是没有人要求李铁死 但是呢你作为主教练你要承担你该承担的东西 你的压力你的责任 比如你的排兵驻步阵比如如果出现错误 那就是你的错对吧 教练员承担你的责任 你比如说打阿曼的比赛 那么徐欣的这个换人 那是不是有争议 那是不是错误了 那如果大家都觉得不对 那是不是也是你的责任 而不是说你比如打完日本 你开口就是中国国家队只能由中国教练才能够带成功 那同样的 你说老总你带独小将对吧 你有那么多的这种这种胜利 你可以摆出来说我老总做了哪些哪些东西 对吧 但如果说你带的成绩不好 你说的你说0比5输给德国那个队怎么怎么样 那你说如果你连续的成绩不好之后 然后你站出来说我懂路就代表了中国基层教练的这种希望 只有我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你觉得球迷他会不会买账 舆论他会不会买账 然后另外来说你说卖命这个事情 卡马乔国家队打这个世界杯选赛的时候 即便是三连败即便是打到最后的时候 每个球员他也都是拼的 打到最后1比5输泰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是日身赛了 那包括佩兰的国家队 打到说这个在香港0比0平香港 所有的队员他也都是去拼的 也没有说他在场上我就放弃了我 因为我对主教练不满意什么的 没有这个事情 包括说里皮0比3输和伊朗 我也不觉得说是球员他不努力 或如何如何的 所有的球员只要代表国家队出场 我认为他都会去去拼命 因为这个是他的这种责任 作为国家队球员你肯定是要去这么去做的 那我问的问题我要求李铁去死 包括之前我们前做节目的时候 我一直在说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李铁来说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自己的机会 而且我一直在说 我说你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世界杯周期 我经常说这个话 什么叫完整的世界杯周期 就是这个世界杯周期之内 你要去打一个亚洲杯的正赛 以前的时候还有一个亚洲杯的预选赛 然后加上世界杯的预选赛 那现在世界杯的40强赛 跟这个亚洲杯的预选赛是合并了 也就是说真正去打到世界杯预选赛 这12强赛的这些球队 他前面至少有亚洲杯的正赛 那一系列的这种比赛的话 至少我觉得亚洲级别正式的教练 不算热身赛啊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有个十几场 那这个足够是给你去练兵的 那李铁他没有这个时间 对吧 那这一节比赛打的不好 我觉得也也无所谓 就是你李铁 你能不能够从这里面 你汲取到营养 那相当于全全全国的力量 中国足球的这些资源 都倾斜在你身上 让你去去练兵 你能够从中得到什么 那我们现在说的是 没有让他去死 那我们希望的是 你不要给自己 在制造舆论的这种压力了 你可能说 你换一种表达方式 你更有担当一些 比如说我输了球之后 我责任 我的责任 你不能说战术的问题 我不提 对吧 你这样你会有更好的一个舆论环境 而不是说你现在 有的发布会 你搞五分钟 对吧 有的昨天发布会 你搞三十多分钟 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你说大家不支持你 那为什么不支持 你为什么全网现在 现在开始网爆你了 那你自己没有责任吗 没有人要求李铁去死 甚至说我是觉得 比如说李铁带这个国家队 如果真的带的不好 那他作为有理想的这种足球人 有机会你再去带个国奥 你从国 国青一路带上来 你把这个球队 国青那进入到亚洲四强 你去打世青赛 然后你成为国奥队的主要链 那陆陆续续的这些球员 可能都23岁到25岁期间 都是你的子弟兵 时机成熟的时候 你在卷土重来 你重新在国家队这个位置上 你去证明自己 那你这个12强赛打的这十场比赛 其实都会对你未来的指教 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徐江 徐江是这样的 我想问你 就是你认为 就现在为止国家队的成绩 是低于你的预期了是吗 就是在12强赛之前 你认为打到第六轮 中国队应该是什么排名 我认为目前的比现在的排名要稍微的好一点 场面上来说要好一点 要好一点 不要有那么多的弯路 你告诉我成绩还是场面 我的要求是这样的 就是你比如打阿曼啊 越南啊 这个该赢的比赛 或者说场面上出现的就是可以赢的比赛 你把它拿下来 然后打日本沙特澳大利亚 不要出现这个很明显的战术准备方面的这种错误 然后相对来说阵容方面 嗯 还是要固定的 不要有硬伤 你到底是要成绩还是 你到底是要他成绩还是要他表现呢 都需要看的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我零比一输日本 那这场比赛就是满意的 嗯 那属于情况下 你这种标准 对于这样的一个12强赛出现赔率倒数第二队 你不觉得有点高吗 该赢的比赛 因为你有三个规划的球员 你如果没有规划球员的话 我不会对你有这个要求 四个规划球员 相当于你联赛里面加了四个外援 是吗 咱俩咱们都又回来办法 那联赛加了四个外援 从15年以后 哪个中超球队拿了亚冠了 那恒大没拿亚冠吗 国安算了到底没听到自己的 六年以前吗 六年以前的阿文一 没创造自己的历史吗 啊 北京国安没创造自己亚冠的历史 他没有突破吗 他有突破 他在拿什么了 跟自己有突破吗 老董三 这不是又回到刚才我跟你探讨的问题吗 你现在我都说了 就是说他对这个十二强预测到处第二 然后你现在打的表现还是到处第二 那就是像你刚才你打巴萨 如果我们认为你打巴萨能被打花了 你就被打花了 那你不就是普通球 因为大家认为你懂球 不就是因为你打巴萨没打花 还能跟他打的平手赢他 你打得我打多多蒙德 当带队赢他 对不 那就是对李铁的要求是一样的 那你是排到第二 那你我想问就是 老董我问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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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目前舆论对李铁的网报 李铁他自己没责任吗 他在赛后新发布这些话 有没有煽动这些负面的情绪啊 我想问 你听我说 就如果如果因为网报一个人 就证明了这个被网报的人有问题 那我不这么认为 我没认为他有问题 就是他有没有责任 不是说他有问题 就是责任 有的时候责任和问题是两个概念 一个女孩因为穿的暴露 在公共汽车上最后被强暴了 谁的责任 你说的那个是治安问题 我们说的是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问题 被网报不代表着被网报者就一定有责任 那那个那个快递 那个那个女的取的快递 最后被被造谣诽谤呢 那也是全网报的 那也是他责任 是吗 不要说这个 徐江 咱们不要往外扯 你可能也扯不过我 咱们就说 你的预期 就是 就是你 你打12强 咱们就说 你踢越南2比0 你不要搞上2比2 踢阿曼 你不要把徐欣换下来 这是你明显的错误 你错了为什么不承认 为什么你责任就没有责任 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现在说的非常对 你说的那些事 他到底我没有责任 有责任 对 那有责任为什么不能承认呢 为什么不能说呢 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靠你们说呀 靠我们说呀 然后我们说了 这个也没有说 我们没有没有说 让李铁就下课 或者怎么样 我们没说过他有话 你们现在就揪着他不承认 有责任是吧 对 对吧 你不担当 他说外界的外界的批评 哪怕是 你比如说董老师 你的独球小将比赛输了之后 你说球员不行吗 你怪球员吗 李铁怪球员了吗 他没有 他说 中国就说清训不行 那你说 中国小将如果输了比赛 你会 你怎么说 你说是啊 中国现在他选不出来 合适的队员 中国难道不是清训不行吗 太是了 他说的哪句话是假话呢 你不要清训不行 你清训不行 影不影响到 你换徐心这个事儿 跟你清训不行 跟你换徐心这个事儿 他有没有必然联系 你告诉我 首先他换徐心 你怎么证明 如果乌磊那个球打进去了呢 你要这么推的话就没法说了 你不是这么推的吗 你难道不是因为说不换徐心就会丢吗 怎么叫我 怎么叫我一说就是 就是我了呢 你说就是对的 那我跟你换徐心这个事儿对还是不对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那你说对不对啊 你显然认为说 只要不换徐心就会对 我认为不对啊 那我认为不对啊 我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如果 那你要说如果不换徐心 就不会丢那个球 那么我告诉你 如果乌磊打进那个球 还有换不换徐心的事儿吗 对吗 我们不能拿足球比赛 有的时候 可能大家公认的是 你换这个人是错的 换那个人是错的 那么我问你刮掉了 欧冠决赛突然间变阵 输了 你认为他对还是错啊 你认为他对还是错 欧冠你看他一字 你要看他去一个延续性 那么你过去李铁无场比赛 过去的无场比赛 除了打澳大利亚这场比赛 之前无场比赛 他是不是常常比赛 都有一些问题 那你刮掉了 是不是无场比赛 都有问题 所以刮掉了 你中间跟李铁差三百多个五呢 你看你这时候 你不说刮掉了 跟李铁差三百多个五了 你给李铁开拖的时候 就说刮掉了 对啊 因为我的意思是 我没有给他开拖 我为什么给他开拖 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给他开拖 我觉得第一 没有主场影响大不大 告诉我 你简单回答我 没有主场影响大不大 肯定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 国大告诉我 我无法做出说你主场 两场就能拿六分的结果 那你为什么能够做出来 无患徐心就不会丢呢 那你如何能做出来说 李铁有更多的任神赛 这个球队就会更好呢 对啊 那你常常是这样 你都不是全假设这些东西 那就没法聊了了 懂 对吧 那我问你 到两点半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问你 哪个队打这样的比赛没有热身赛 你告诉我 老董我说一遇 全世界哪个队打这样的比赛没有主场 不受影响 你告诉我 老董我说一遇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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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哪个队 两年没有热身赛 去打这样的比赛 告诉我哪个队 哪个队 这个事 这个事 李强这个事 在十强赛之前 十二强赛之前 刚知道的吗 他不知道他能解决吗 你 十二强赛 很多人知道他没钱 他就能有钱了吗 我再问你 那你说 咱们这个奥运会 这些人也都封闭 那为什么东京奥运会 成绩还不差呢 奥运会的项目 你作为一个足球记者 你提这样的问题 赵震 难道他奥运会的项目 他就不需要实践演练 就只需要训练就可以吗 奥运会的项目 跟足球能一样吗 运动项目 大道理都是相同的 大道理都是相同的是吗 那中国乒乓球队厉害 为什么中国足球不行呢 是因为我在报道吗 没有按照世界足球的规律去运行 什么叫世界足球的规律 李皮都来了 还不是规律吗 难道来个教练就是规律吗 那当然了 那来个主席是吗 那你说来一个外国主席是吗 教练也不行 你现在研究这 首先没有 听说这么来 听我说 我在问起个问题 你回答完了我就撤了 第一 你们两个 赵震徐将兄弟 我问你们两个 有问题 第一个全世界哪个队 或者是以前 中国队 历任的冲击世界杯 有哪个两年没有热身赛 告诉我 朝鲜 2010年 朝鲜打击世界杯 长期集训 1906年 朝鲜那时候有什么热身赛 是不是世界前八 那么也就是说 朝鲜是世界上唯一的做到了 是吧 无见得唯一 我可以再想一想 因为你是有准备来问我的问题 对 不 你说有队做到吗 有队做到了 而且 朝鲜做到 那么我问你 一个队做到了 一个队做到了 就代表着普遍规律吗 不代表普遍规律啊 但是 有人看不到压力做到了 对 对 朝鲜 朝鲜做到了 第二个 没有主场 对这个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能影响多少 我跟你讲 双面的 你不好说 一方面你主场没有了 另一方面你主场的压力也消失了 所以说你没法去判断 我认为可以抵消 中国队在主场输球 有历史的 老董你从97年 你就开始应该知道 中国队在主场输球可不少 2比0领先1了 那么现在中国队大张其谱的全中国球迷记忆的那场比赛赢韩国是在主场客场 那中国在主场输韩国也不少吧 对啊 对吧 那么当时在输叙利亚是在主场客场 那如果我赵震 赵震 你连中国队的主场优势你都不承认 那确实没法 我不是不承认主场优势 我是承认主场有优势 也有压力 看你什么教练带什么力度 郭伯伯伯在主场可以输叙利亚 李皮带队在主场蒙英韩国 而且这么多年就这一次 因为李皮他是个老外 他可以忽视主场这些压力 一个国产教练 你认为李铁的 国产教练在抗压的脸上 他能超过高风波 那我们的意思不就是 国产教练不行吗 所有谁 国产教练就匹配拥有主场吗 国产教练在现阶段 在中国国家队在主场打比赛面对的压力 要远远大于外籍教练 那么谁行呢 外籍教练他面对的压力 心理压力要小于国产教练 那外籍教练在中国谁成呢 哎呀米卢啊 米卢不是在中国成的吗 除了米卢呢 那米卢呢 那米卢最后不也是 米卢咱们都在一个时期吧 米卢被中国媒体和球迷骂 你忘了 没错啊 但是米卢没向地铁出来这么回应啊 米卢采取的方式就像王叔叔说的 他不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那你为什么非得要求一个米卢 米卢必须给上米卢 而不能像米卢呢 米卢不也在抱怨吗 米卢回去接受意大利记者的采访 哪个休假回去不再抱怨呢 你从发布会去这么抱怨 礼皮在结束了这个工作之后 这个很多人都会这么干 你结束了这个工作 在工作状态里和不在工作状态 比如说咱最简单老董 咱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去发些请问 各位记者的时候 和我们坐下来喝点小酒 或者是发点牢骚 这完全两个概念 他在发布会上的表达和他的排兵布阵 和他的执教能力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了一个教练在发布会上的表现 对媒体公关的表现是你教练 职业教练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啊 这个你肯定明白啊 那么请问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标准吗 哪个是莫里尼奥的标准 还是克洛普的标准 还是李皮的标准呢 成功的标准就是你吸收到外界最大的支持 把球队带好吗 那么有可能给他最大支持吗 什么 有支持吗 我问你 他获得 我跟他说了 如果昨天李李铁不在发布会上 说出这样的话 他这个结果 大部分人都会支持你 都会把他向着你 是吗 你是从来不上网吧 你是从来是不是不太看别的 那种比赛当中 比完赛了就已经开始骂了 你没看到吧 没有啊 你没看到吧 没有没有 董老师 其实很多球迷还是非常支持李铁的 也非常支持中国足球的 不是 听我说话 其实不是支持不支持 我觉得是讲一个道理 李铁为什么在发布会说那么多话 我的理解是没有人帮他说这话 所以他自己站出来去说这些话 不是 你没带帮他说 我没帮他说 董老师 不是没有人帮他说话 你一个职业教练 为什么需要有人帮他说这个话 职业教练你的工作是把对待好 而不是说有人在外面帮你说的一个话 不是 这个它是个客观事实 应该有人陈述这个事实 不是 他说的客观事实里面有一部分不是事实 刚才我说 他说到阿罗西奥这个事 就是说 我用成功了就是我牛逼 我没用的时候是我有道理 这个不对的 就是他昨天都用了四个规划 我也认为这个四个规划 不应该一块上 对不对 这个这一点咱俩不一致的吧 你认为四个规划能一块上吗 那到底是 到底应该怎么用阿罗西奥啊 你告诉我 阿罗就是个战术棋子 哪怕上 其实你说阿罗昨天上半场表现好吗 丢球没格人吗 对不对 现在李铁 他不是按照战术角度去考虑的 对 那不就说之前他说的对吗 是不是 之前头两场不用阿罗 你声了 嗯没有声了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 其实大家今天感慨诚实的说了这么多 其实大家还是说非常关注和关心中国足球 所以大家今天才变得这么激烈 大家都说出来自己观点和看法 那个 那个 董老师咱们 你还有想说什么 真的老弟来了 我看徐新国发信息呢 他真在看呢 对 现在今天来了好多人 嗯 这个由于 这是赵震呢 刚才说的 就是说 对阿罗一笑 你认为是之前使用都是对的 就是最后一场不应该让他上是吧 不是 我跟你讲 他对阿罗的使用时间上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那天 我们说换徐新那场 我都认为阿罗应该早点坏一点 但是 最后一场不应该四个人一块上 埃尔赫斯阿罗这几个人 阿罗的同事在上 赵震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你现在全网 只有一个人 跟我想的一样 就是你 这个算啥俩 上次我爱骂的时候 你转发的 我也认为 当时我就这么说的 对不对 我也认为 这四个规划不应该同事上 现在赵震也认为 但徐新疆 这个我们俩 我在当时那天 我们爱骂 我从来没有认为 几次的规划一起上 而且昨天我发微博的时候 然后我上半场就说了野牛的这种问题 我对于李铁用规划这个事情 说实话 我是赞成的 但是 他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是赞成的 但是我对不赞成 就是他 我明白 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昨天李铁上规划 是为了甩锅 是吧 我也没说他甩锅 你总给你甩锅 我给你回忆一下 我给你回忆一下 其实 对于李铁他第一场 输给澳大利亚 我觉得批评声音也没有特别多 我觉得大家相对来说 还都挺宽容 那这个声音是陆陆续续的 根据他的这个赛后新发布会的这个言论 那么 会有一些回应 会有一些这种 对于他的这种 怎么讲呢 就是这种 反击的这种声音 那这种他的情绪跟球迷的情绪 我觉得是一起往上走的 而不是说一上来就对他如何如何 没有 不是 我给你回忆一下 打完澳大利亚 其实就是 至少一个声音 说你规划 花那么多钱 为什么不上 就其实 就是他们的规划 但是我们都知道 至少你们两个都相费 关系的 你们都知道 两个月前的阿洛 他确实 包括一个月前的阿洛 他确实不足以首发 这个体能 这对吧 承认吧 承认吧 老赵 啊 老赵承认不承认 我这个意思是这样 是吧呀 你看 咱们仨 都能 就是你们两个 反对李铁的理由 和 绝大多数 中国的 互联网的人 和球迷 反对李铁的理由 都不一样 因为规划这个事 是全网 网报 李铁 包括我的 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现在 我很高兴 至少说在媒体圈里面 一个赵震 一个徐江认为 当初那么使用规划 是没有毛病的 是对吧 是吗 没错没错 王叔 你认为有毛病吗 终于轮到我说话了 可憋死我了 不是 他就没有规划 作为战斗师同行来讲 没法 你必须是作为主要链 这没法评论 我不评论这事 但是就说白了 他就从场合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是没毛病的 咱们只能从场上 因为咱没训练嘛 咱没看训练 平常在这儿睡觉 几点睡 咱都没看见 但是我觉得从场上的表现来看 这个用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外园上场 那个表现带来 给球队带来 这种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看的角度不太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看的角度不太一样 区别挺大的 而且就说 说白了 如果说我拿个算数本 给大家描一下 是我看的足球 和大家看的足球 就区别挺大的 就区别挺大的 我是拿大桌板 我是拿大桌板 西西西西 那你觉得这个 中国队这次没主场 影响有多大 没主场啊 没主场 对于左教练来讲 我刚才都聊这事儿了 就是说 这个风险和利益是共存的 就是说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个足球场可能没有什么大用 但是对于教练来讲 那肯定是即便我后来死了 我之前也要足球场 这是肯定的 就离铁也不管是离铁 世界任何有所谓的东西 就即便我知道全国人民都骂我 但是我也要把这个 我也要拥有足球 因为一旦我踢个机场好球 我获得的利益 它也是巨大的 这肯定是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你不用跟人讲 你跟谁讲啊 你跟谁懂这个事儿啊 而且就说 咱们现在不是说跟穷迷讲嘛 就理解错不错 咱们放在一边 咱们现在跟穷迷讲 那么欣欣我问你 两年没有热身赛 对一个队影响到底有多大 两年没有热身赛过分了 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 两年没有热身赛 确实过分 那么欣欣我再问你 就是48天的气泡式的管理 这个对整个队伍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这个到底有多大影响 这个是反正是挺大 但是说白了 这个你有没有影响 这都是事实存在的 这个倒不算什么理由的 就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 事实存在的 事实存在的影响 为什么不能说呢 你带这个东西去吧 你和谁说 你和我说行 我明白了 就说 基金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李铁说的这些东西 从专业角度来讲 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应该对球迷说 是吧 不是可以对球迷说的 不不 信心说的是这个 有些东西是 你在球队内部的 这些东西知道 有些话就在更新更衣室里的 你没必要拿出去说去 对不对 那这些话对球员有伤害吗 是对球员是伤害还是保护呢 这些话你说出去 为什么更衣室的话题不能拿出去说呢 就是你拿去说 你不知道会在外界引起什么反应 一旦这个反应 产生了 会对球员有反思的 你比如今天他那个 发布会这个话 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反感和批评的话 你觉得球员没有反应吗 其实本来我打了大家打挺好 回来我是准备迎接 大家对我的这个支持 可能吗 刚才我们都说了 如果这个比赛到六多分钟我都看了 我说只要送过队 哪怕一比赛输了打成这样 我觉得回来都可以 比赛打得不错 你觉得你的素质是跟所有的 这些媒体人和球迷一样吗 一样啊 我也不懂球啊 你肯定一样啊 那你要不懂球的话 那就一样吧 那就算了 那我想问一下 就说李铁说了这些话 从客观的影响来讲 他影响了阿洛伊西奥 影响了这些规划 在球迷心目当中的形象了吗 这为什么会绕到这个层 这个层面的问题呢 你不是说对球队有影响吗 对球队有影响吗 对啊 那你觉得对这个 对这些规划有影响吗 规划影响没影响 得跟他们聊啊 比如他说阿兰崩了 阿兰自己会说 我是不是崩了 或者我崩了这个事 我稀不希望让外界的事情 那你就认为是 李铁说了假话呗 是吗 不是说了假话 老总很简单 如果今天我说了 我说老总昨天喝多了 咱俩比如说咱俩 咱俩前天晚上喝多了 我说昨天老总喝多了 撒酒疯了 这个事是真的 但是难道你就 希望说出去吗 你不希望说出去 我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但是你希望说 你不希望说出去 对不对 如果如果我晚上是随便说了胡话了 你说了我喝多了 你是保护我呀 我谢谢你 不是啊 就是我把你喝多了 我喝多了 昨天撒酒疯了 有些事是在私下的事 队员不见得希望说出去 队员不见得 那么我问问 就李铁说这个话 你认为只是为了他开脱 你有没有想到 这同样会让更多的球迷 能够更多理性的球迷 能够了解中国队备战的艰难 他不断的在发布会 人感谢球员 你没看到吗 他是为他的球员感到骄傲 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不看呢 有些话 说出来的意思 和大家听出来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老总 他说感谢球员 其实后面马上就 转到是球员多不容易 其实不是球员不容易 是我不容易 那他到底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 他我认为 按照他现在给他提供的条件和待遇 没有资格去抱怨那个东西 是吗 他没有资格去抱怨热身赛 没有 他没有资格去抱怨主场 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 他没有资格去抱怨48天的气泡式管理 没有吗 为什么 你要觉得这个事 这个事一早就知道要面临这个情况 如果你认为不行 可以不干 可以不干 你听我说 他知道 他知道面对这样的情况 那么请问全国的攻击他的人知道吗 听到啊 他不是第一回说这个 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不能有一定的理解呢 那所以这个问题我要反问你了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么困难大家还不理解他呢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他们连两个月能让一个队员的体能提高都不知道 就这些人 他们能理解什么呢 理解说他们被关到小黑屋里什么看不 也封闭这个情况已经说了至少三个回来的发布会 不是第一回说了 难道球迷听不到看不到吗 然后外界媒体不报道这些队员在欺压什么生活吗 你说马德他们跟对他不报道大家看不到吗 都知道你这个情况 那你反复害他们说 都是他这个情况 比如和和网上从他的用放大镜来看他的所有过时的人相比 舆论的攻击的量相比 是一个什么比例呢 这个我跟你讲 他面临的这些攻击 是他应该承受是必须承受 职业教练 你挣那些薪水 你必须承受这个 就像说老总 你是大位 我是小位 有人到我微博上骂我 我也得承受啊 我能不能在现实当中他这么骂我吗 你打个试试抽他不 他这边不是没办法 对吧 你公开平台 等那么久 今天到你这边底下 我看了底下评论骂姐姐不少吗 那他们骂的有道理吗 没道理啊 就现在评点圈里头 骂我们几个的 骂你的 少吗 现在这个底下滚平里头 他们骂的有道理吗 他们骂的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两边他敢这么骂吗 我也在据理力争啊 那你不能这么受着呀 不是 据理力争 但是你肯定 你是在你得受着这个 你得承受这个 你不能说我不想承受 不承受可以啊 把微波关了呗 就李铁你不想承受可以啊 不是李铁一直在承受啊 李铁也没说不承受啊 李铁只是把事实说出来了 他说的我都跟你讲 第一他发布过要说的 有些事不是事实 那你说哪些事不是事实 对吧 那你告诉我哪些事不是事实啊 我刚才跟你说 这么车无路话说 阿洛这个事 你觉得他说 原先不用阿洛 是因为体重不好 他保留到现在我想用了 我就给他用上去 这场四 四个规划上场 那就是全是他计划好的 你觉得是 这个对吗 不对啊 他肯定是受到压力 才这么用的 这个为什么不对呢 他肯定是受到压力 才这么用的嘛 因为他这场球 他不论怎么 都有可能输 对吧 那么用一种新的方式输 难道不行吗 不是 作为一个任何一个教练 每场比赛 你首先想的是赢 而不是输 而不是怎么输 如果一个教练 你想到一个比赛 是怎么去输这个比赛 这个教练可以走了 那就这样 我换一种说法 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面对一个比赛 难道不对吗 什么方式呢 每个比赛 你都只有一种方式 全力争胜吗 你再肯定都是这样 是啊 难道他第一场0比3 不是全力争胜吗 不是 他安排这个方式 就很难全力争胜 这个 这个是我们赛贤就说了 你可以看我的微博 包括第二场打日本 我赛贤就说了 我最担心李铁第一场 大比赛数学被吓怕了 全对说回去 那样就会被日本 反而会被日本打开了迎球 最后如果是我没说中 我没有资格批评他 但是我说中 那你认为第一场 说澳大利亚到底是对 还是错呢战术 但是错了 你跟澳大利亚就 这场为什么 那么对澳大利亚 你跟澳大利亚错了 那么对日本 如果继续延续这个方式 又输了你会怎么说呢 延续哪个方式 延续对澳大利亚的方式 第一场方式吗 对 你还延续 你这场如果他在前场高压 还是个输 一个反击一个 还是输 这场他没前场高压 那不就是改变吗 改变 是在大家 这么说的情况下 就第一场比赛啊 打到澳大利亚 我是一个业余的 我不懂球 我都能看到这个问题 理解他看不到 他的交通球内看不到 对 然后你认为这个事是正常的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那么曼联0比5 输给六五谱 是什么问题呢 也是说是不太大的问题 对 我跟你说 刚才咱俩说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主教练包括换人 你可以有多种选择 你怎么换都行 对不起 最后为场上结果负责的 只剩你主教练 因为你正的一个心理 是啊 那么回过头来看 他现在输澳大利亚也好 输日本输沙特 你认为就是现在这个成绩 是符合国家队的实力 还是不符合呢 他输澳大利亚和输日本 包括输沙特这三场球 你除了我从他的战术安排 和最后的结果来看 他是做的不够的 包括打越南都是 越南最后无垒那个球 不是个运气球 你不承认是个运气球吗 对吧 我们不说呀 我们为什么不说越南那场球 因为你赢了 我们从结果看问题嘛 但是越南那场球 你不承认最后那一分钟 那我问你 阿卓游戏澳的世界波 是不是问题 是不是运气 他没进呢 所以大家看结果吧 我现在要求的是大家看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 到底是不是符合预期呢 我认为这场场比赛的结果不符合 如果打日本和打澳大利亚 按照现在日本的这个状态 和澳大利亚这个实力 中国队至少拿一分 打曼中国队应该都拿两分 现在中国队应该到七到八分 是一个比较 明白了 如果中国队要拿到七到八分 你还会说他发布会有问题吗 他七到八分如果发布会 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七到八分他发布会会这么说吗 七到八分你就认为 就一定不会有人骂吗 会有人骂啊 是一个教练啊 你就是瓜调拉都有人骂 所以当教练挨骂是一部分的 那挨骂 那瓜调拉也在发布会上反击过呀 反击我这之前说了 就包括穆里尼奥的反击 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那你说李铁这个反击 就是他有的反击 他是为了全队 对吧 那你说李铁的目的杀 为全队吸引火力 非常凶 他不用啊 你说他这样 他在这个时候说这话 是为啥呢 穆里尼奥很多时候 他在发布会上反击 他是故意为之的 对吧 那你怎么知道 李铁这次不是故意为之呢 他是故意的 因为他凭球了 他要把这个情绪发现主义 李铁的个性就是说 他受的这些 那为什么顾尼奥的故意 就可以理解 李铁的故意就不对呢 穆里尼奥的故意 也不是完全被理解了 穆里尼奥的很多故意 也是被 那么穆里尼奥做的事情 李铁又做了 那又有什么扩折呢 他跟穆里尼奥做的不一样 穆里尼奥做的大部分 他是为了他代好这个队 李铁昨天他那个发布会 他是为了代好这个队吗 你怎么知道 他不会代表这个队呢 咱俩就说 那你说他为了代好这个 他发布会说这些话 哪些是为了代好这个队呢 那么所有的人都 有的人就理解了 有的人你不说他也就骂 你说他也骂 但有的人听到了李铁说完 才知道队伍的实际情况啊 我身边大部分人是 昨天听到他这个发言之后 特别愤怒 本来其实打完比赛 大家都很平衡 你身边是什么人 今天被他这个话给激怒了 我身边接触的大部分人是这样啊 是吗 我身边接触的很多人 都是因为听了李铁 说完了这些艰难 然后在我的直播间里边 有几千人在打着李铁加油啊 因为你本身就是支持李铁的 那肯定这是个选择吧 就是我肯定是反对李铁 你是支持李铁的 那咱们查呗 现在123 123 比如说我跟徐江都是反对李铁的 那我们俩身边的人肯定都是 传递都是这个信息嘛 那我们俩跟你是2比1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件事情 你不能给他用这种方式来定性啊 什么方式啊 你就认为他发布会是为了自己开脱 我不认为这样 我认为自己开不开脱 他是为了自己去发泄情绪 刚才王叔也说了 一个职业教练在发布会上去说这些东西 是非常不合适的 我认为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说全 如果网上有人帮他说这个话 他还会说吗 你没帮他说吗 我一个人人为言轻啊 你肯定不是人为言轻啊 你是足球界第一大位 你怎么可能人为言轻啊 不是那我说这个也不管用啊 那不连我都骂吗 那对 咱这么理一下啊 你说都不管用 他说哪用啊 他说不就更不管用了嘛 那所以就不用说嘛 你把成绩打好 大家足球教练不是靠嘴嘛 他是靠 他是靠你带队嘛 对吧老总 那你不说什么是靠嘴呢 那你要说足球 你要说足球不是靠嘴 那所有骂李铁的是靠屁股来喷的吗 大家球迷有权利啊 球迷不就是痛快嘴嘛 那球迷有权利 那么我们也有责任 我们也有责任 把这真实的情况传递给出去啊 这是没几个责任嘛 大家都知道 他昨天说这些事没有人不知道 没有人不知道吗 谁不知道啊 谁不知道啊 我们都知道啊 你在那个你在那边怎么吸啊 你气泡管理 他没说这你都能说出来 就说明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都知道 真正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对这个队的影响和艰难吗 都知道 也都知道 你对这个队的影响 也都知道这个困难 但不代表我就得同行你 我就得认为你可以带队打出这个成绩 那你这些困难谁都知道 他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来完成他的整个的一个相对的 正常的一个备战 那打出这样的一个成绩 又没有完全的 像李白说的 又没有完全的 连越南都赢不了 连输给阿曼 那他的罪有那么大吗 我就纳了闷了 没有啊 他的罪其实咱说掉 刨出这场场平局 他输完沙特的时候 被害下课吗 被害辞职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输沙特要辞职呢 四场比赛 即三分 那高红波四场比赛即一分呢 辞职了 对啊 那他三分比一分多呀 对 在出现上是一样的 在出现概率上是一样 高红波 正是因为高红波辞职了 后边李皮接手 才给后任继任者留了个机会 李皮才有后边的11分 中国队拿12分 差点进第二枪 现在李皮辞职也没用了 因为已经没有辞职了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辞职 你觉得辞职谁来呀 谁来是中国主席的事 辞不辞职 高红波当时辞职的时候 这怎么 他还得考虑 我辞职 我辞职尽到我的义务 难道说 木理尿时辞职 还得给后家主席敢ذС 还得给后边主席考虑下家 你学会 苏尔斯科亚为什么不辞职呢 他不要脸呀 他不要脸呀 但是你就说李辰不要脸呗 对呀 他不要脸吧 对呀 他说有一位中国基级省 考虑的话 他打完杀特被辞职啊 那他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 他选择担持 你为什么不 你为什么不认为 他是一种责任呢 真正的责任是舍弃小我 故大我 那么大我是什么呢 中国为了中国队还保留出现西方 那你说高宫坤呢 你认为上级他是不坚持吗 你认为他打完过这边 死是不坚持吗 那么你想离铁能够把 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把这个队带到这样的话 他突然间走了 他是什么呢 不是啊 他当苏萨特的时候 只赢了一场院子 还是最后一分钟绝杀 运气绝杀 然后其他三场都是毫无争议的输掉 这种情况下 作为教练 他对这个球队没见到他带的义务 那还不让给其他什么 其他人带队换手如换刀 不见得说其他人水平肯定高 但是有可能给球队换个新气 这咱看六年球这个例子太多了 对不对 那么日本队前两场比赛 一胜两 就赢了一个中国 一胜两负 那为什么孙宝一不辞职呢 是一胜两负吗 孙宝一 他辞职 他如果是没输中国他就辞职了 他没赢中国就辞职了 是中国给他保下来了 那中国输越南他就辞职了 他没输越南呀 日本是太辞职 日本是太辞职了 已经四场了三分 这已经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你开始就认为他能出现吗 我们是要尽量把 那你说打这个比赛 咱们不为了出现 为了干啥来了 那你说干啥来了 那老总不如你去带了 大家还乐着乐好 对不对 就是不能因为我实力不行 我来我就不会出现 我是为了跟他来溜一圈的 那越南 我辞职 大家还能至少欢乐一点 那越南为什么六连败了教练还不辞职呢 什么 越南呢 六连败了 为什么教练还不辞职呢 越南这个队你一定要知道 这是他第一次打十二强赛 第一次打十二强赛 为什么他的出现概率 在机构里边比中国队还高呢 出现概率这种东西 你觉得赛前那种出现概率这种东西 包括昨晚那种赔率 哪回就是有几次世界杯 就是昨晚赔率最高的队 那他至少他代表着一个客观的实力的体现呢 对 但是你第一次打的比赛 一定是这样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是吗 因为他现在 越南第一次打十二强赛 所以他六连败教练就可以不辞职 那么请问中国队这次所面临的这种困难 以前有吗 这不也是第一次吗 第一次面对的没有主场 第一次面对的两个 但是我问你 我问你中国队以前面对的48天的气泡主管理 这难道不是第一个 老板你光强的困难 中国队以前有哪个教练手里 也有这么多规划呢 规划到底是什么水平让李白说一说吧 你今天你知道今天 你知道今天规划练了两个多月了 最后首发上场是什么水平吗 什么表现吗 李白说一说 就刚才董老师说过那几个问题啊 连续问这几个问题 我都给你解答一下 第一呢 说实话咱们就过多的去争论 规划上还是不上 上早了还是上晚了 下来早了下来晚了 第一 规划队员没有一个救世主 这几个队员绝对决定不了 中国队到底能不能12强赛出现 我觉得是这样 这几个队员 第二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球队的困难 我认为球队最大的困难 并不是说是两年没有热身赛 没有这个 最大的困难是三个月之内 你只能踢六场比赛 还是在封闭的环境当中 三个月只能踢六场比赛 你可想而知 踢完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队员 在踢到下一场比赛的时候 或者是踢到第六场的时候 中间要隔两个多月 没有比赛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比赛论教练对啊错啊 教练在那个地方 他哪一个选择 可能就像刚才说的 都有人站出来说对还是错 教练员就是这样 老是被争执 你每一个决定都会有人站出来 这个评仇论足 但我觉得从正面来看 这些问题 第一就开始说 规划这些队员并不是救世主 他们不可能说是他们几个人 来决定中国到底能不能进入世界杯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三个月之内只有这六场比赛 你腿上根本没有比赛时间 就还是说 徐欣表现的算是非常不错了 相当于踢完最后一轮联赛 到现在在T12强赛的时候 中间间隔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还能完成这样的比赛 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应该去看的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是对国家队整体表现带来最大影响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才真正影响到国家队 在所有的这个左右的国家队上线或下线的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是在场上谁踢那谁踢的 说实话 那么国家队这队员每个队员之间差距有那么大吗 这是跟日本一比零输了 那场换两个人正确了能赢吗 嗯 是说比赛能发生质的改变 整个比赛进程 嗯 所以你看 那个李白 李白说了两点 李白说了两点 有点吵 是谁话说 李白说了两点 嗯 第一点呢就是他规划 规划不是规划就是主要 对吧 嗯哦 嗯 没有一个国家队的全聘的能够 就这么 affects 听不清 听不清 董老师你的话 找不清 请其他几位 baskets 谢谢 谢谢 哎 就是 哎 就是李白说的第一点 就他这规划都不是就是主 和你强调的说从来没有 没有声音了 我说这个救世主不是救世主 他们在场上肯定是有帮助 但是不能说是我们12强出现不出现 完全取决于他们几个人 对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李白说的三个月之内没有这个比赛 这是一个客观的 一个给这个队伍比赛所造成的这种 这种前所未有的一个障碍 这对吗 对呀 三个月没比赛绝对对这个球队影响太大了 对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谁决定了吗 我想的是这样 对吧 董老师你听我说完一句 你知道这个三个月没有比赛这个事最后谁决定了吗 我不清楚 李铁和他的教练组 当时职业联盟两个方案 这个你可以问员也问他们都知道的 两个方案一个是联赛正常打 然后你裹脚 这边不掉走了 这边联赛接着打 然后回来了就随时回去打 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方案 李铁他们教练组选的这个方案 所以说 这个结果是由你 教练组织定造成了 我知道就如果让队员回去打联赛 第一呢联赛的水平 也就那么回事 第二呢如果万一受伤了 这个会不会又是李铁的锅呢 不是那其他那你看啊 董老师这个事就是成一个悖论了 你刚才说中国因为是气泡是管理 然后这个又是不能打出场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这个是个困难 那现在我让他回去打联赛 跟其他国家一样 这个也是又是又是 那这个是双标了 对不对 那其他国家也都这么干的 他又队员受伤 那这个受伤是球员参加职业比赛的一部分 我们最初国家队长期集中不参加联赛 他后来是因为跟世界纪委吧 才改过来的嘛 对不对 你不用说 他有利的就是好处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中国队 中国队从这个西亚回来 然后就得隔离21天 他怎么打 他怎么打比赛 打什么比赛 可以啊 其实可以实现 你可以搞大气泡 你可以搞大气泡 这是什么时候 中超队都在大气泡里 不是这个是什么时候 李铁和教练组不同意的 他认为选的 就是把这个联赛说 原先说三十轮联赛 正常打完 如果国家队这个出去了 比赛冲突了 可以让这个 其他的球队 国角妹回来的情况下 外援和解 等国角能回来了 就回去打比赛 是这样一个计划 不是 我想清楚就是第一次去西亚之前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报道 说是有可能会是八十天回不来 对吧 对 那么这八十天回不来 这联赛能提吗 国角怎么参加呢 八十天回不来 这个消息出自于哪 出自于谁说的 你可以查一查 其实还是为了强调困难 为什么回不来 后来就回来了 你看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当时你认为是八十天到底是 这个回不来是真实的一个判断 还是假的呢 这个是一个最坏的判断 但是我们最后而走的 那什么事都有最好的判断和最坏的判断吗 那你什么事不做最坏的打算 那万一要出现最坏的了 那联赛这边还踢着有什么意义呢 怎么没有意义呢 我跟你说一个最大的意义联赛踢了 董老师 所以上次咱说过 如果中间换帅 那个新教练从哪看队 他不可能跟李雪用一样的队员吗 他从哪看队员 他是不是得从联赛里看看 这些队员得从联赛保持状态 有的队伍已经被抽走了五六个裹脚 你仍然让联赛打 你对这个投资人尊重吗 你对足球规律尊重吗 那个奥超他们都这么打的 奥超不尊重投资人吗 这个方案最后的投资人通过的 投资职业联盟跟投资人沟通过 拿出这两个方案 最后让你教练你选的 不是投资人说天军不同意 不同意的话 这个方案过不去的 那他这个选的话 是八十天 八十天的如果要打不了怎么办呢 如果八十天回不来怎么办呢 打不了 就在没有国脚的情况 连接着打呀 就像打出去一样 然后你的外援和解吗 他这个方案很完美的 不是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联赛怎么踢 最后是李铁决定的是吧 不是他决定他选了的方案 这方案是他选的 我知道他选的方案 那职业联赛到底踢不踢 是国家队主教练来决定的是吧 当然让他选的 为了你国家保证你国家队对张 让你来选 你就最有利益你国家队对张的方案 他选的 他可以说你八十天你爱踢就踢 你不踢就不踢 那怎么 那你李铁选的就是 如果李铁选的是八十天不踢 那你应该继续踢啊 那不对啊 因为这些程序员是 给李铁极大的权限 我知道啊 那这个极大的权限 是李铁决定了联赛不踢是吗 对啊 他这个方案 他选的方案 这个联赛就不踢了 就停了 这是李铁选择的是吧 就是你国家队教练选择的 那你要应该骂中国队邪啊 对啊 是骂中国队邪啊 那这跟李铁有什么关系呢 那李铁要能决定的话 李铁就应该掉正生啊 他掉了 中文加六十 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嘛 对吧 他连掉一个队员都没有这个权力 他可以决定一个联赛 到底踢与不踢 这我有点不理解 董老师咱们现在说的是诗诗 咱们说的是诗诗 你可以让其他人 说举出来我说不是 我说的不是诗诗 那我哪个说的不是诗诗呢 他这个事是他选的 告知赛蒙这么执行 这个事是诗诗 如果你说 我跟你说 陈俞员说了 这个事不是李铁选的 那么我说的 照这你挑挑我 我说的哪句话不是诗诗呢 我没有挑你说不是 我说的是诗诗 但是你才反对我说的是诗诗啊 我没反对你的诗诗啊 我只是说那就是 中国租协有问题啊 是有问题啊 对啊 那就不是李铁的问题啊 中国租协有问题 不排斥李铁也有问题啊 不是李铁的选择 是站在国家队的选择 那是正常的啊 那不对啊 那一个主教练 他站在国家队的角度 他去觉得哪个方案是好的 这是正常的 最后谁决定了呢 李铁还选了 他选定了 他选择了 李铁还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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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决定了这个方案之后 然后他还说 为什么联赛打球场 给我裹脚 内成这样没挺 方案是你选的 这个不是推卸责任吗 东老师你自己说 这个不是推卸责任吗 什么我没听清楚 你说什么 他在选了这个方案之后 肯定认为这个方案 对他有利 对不对 然后他 你去查吧 他自己亲自说过 因为队员打了 连续打了球场比赛 体能受到了影响 对吧 那你选的方案 体能受到影响 这个事 你不是推卸责任吗 那难道是 他要是 如果不考虑到 这个联赛的话 他应该是 这九轮就不踢是吧 他想的 肯定九轮都别提 大家一会来呗 那你从国家队主教练的角度 来讲 那你为什么 那为什么离铁 就能决定 能决定所有的事 那他为什么不 中国主席不尊重他呢 就九轮就别提了 不就完了吗 那你想 投资人不干啊 为什么 这联赛肯定得提 你选一个 你选个怎么提的方案 你二三十轮的话 不用提这么密 对吧 行吧 几位老师 今天一直都在说 这个国家队的问题 然后就说到了 离铁 离铁的发布会 引来了大家不断的争议 大家都是各式己见 其实是这样 我再说两句啊 就是我觉得呢 赵震 赵震和徐江的观点 和绝大多数 骂离铁人的观点 都不一样 因为赵震和徐江 在规划球员的问题 使用上 他们两个还是比较理性 和客观的 而真正现在骂离铁的 不是什么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 有多少人真正看呢 有多少人有耐心 三十二分钟看下来呀 最主要的不就是规划吗 说句老实话 不就是因为早上 不就早赢了吗 就这种观点 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他并不是一个说 离铁发布会 激怒了多少人 那都是欲加之罪 那都是欲加之罪 对吧 真正的引发大面积的 这个攻击的 包括我自己感同身受 我是全网网报我 我不就是因为说了 规划当时的体能不够吗 我没说离铁好啊 我也没说离铁 不应该下课呀 我只不过就没骂他呀 我只不过就说了 这个规划球员的体能不足 结果我遭到网报 怎么又跟 就跟发布会又有关系了呢 不不不 董老师 你这个事儿是把你自己的遭遇 跟离铁的遭遇混在一起了 规划只是大家去攻击离铁的一部分 但是我认为在规划球员的使用上 你看 那你这个 你的认为跟这个大多数攻击他的人 一部分 其实他发布会不光是这点的 就最早从那个他说 联赛打九轮队员媒体能开始 大家就已经很反感了 就说离铁在发布上最大的问题 他几次也不是这一次发布会 他几次发布会推卸责任 就是回避自己的问题 主教练你还是得有担当 不是说你攻击媒体 有时候攻击媒体也是一种担当 而不是说 你攻击媒体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 你知道吧 大家攻击你规划的事儿 我理解你 因为我认为他们说的也不对 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情绪 等同于说大家攻击你 就是攻击离铁 不是 你俩的 我想问你 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 就是公众现在攻击离铁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你告诉我 成绩没有达到预期 那么我问你这个成绩到底是谁的预期 他现在这个成绩 真的是 真的是不符合中国队的现有实力吗 他至少在他戴队的过程里 指挥的过程里和结果上 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因为这大家看球都在看 就像不是说看你比赛输或赢 就昨天那个比赛 最后是1比0 我认为这场比赛达到预期了 打得不错 对不对 但是1比1意外之喜 可能你要最后再偷一个 那大家就觉得非常有颜色 对吧 但是你说第一场0比3那个比赛 打日本去归缩的后面那个比赛 0比1输那个比赛 能满意吗大家 满意不了啊 那如果对日本攻出去输了会怎么样呢 打你一定根据对手的情况去分析 打澳大利亚这种 他真地进攻没有特别多的办法 你可以收回来 像昨天那种情况 他就拿 打日本那种队 你看下半场 下半场包括阿曼打的 你一定在中场区域去抢了中场队员 你不能让他传开了 日本队就是个特点 他只要传开的话 他会找出无数种机会 最后你怎么样进去那2防5 5防2 让人打一个 对吧 所以说你不同比赛战术 你一定你得安排的对路 安排的合理 那如果因为个人球员 个人的能力 或者放大面原因 导致你输出比赛 大家都理解 那么我想问你 该走的时候 对澳大利亚这个错误 我第一时间我就指出来了 对呀 你说打的看法是一致的 你不能因为这帮人骂你规划 其实你写的规划问题 球员的使用上 跟你是不一致的 怎么他昨天派上四个规划 你觉得他跟你一致吗 所以我昨天比较失望的是 他起场派上四个规划 就说明什么 他没有坚持自己 刚才我刚才说一段 你没听到 就是说 我知道 赵震我知道 我坦白说 我坦白说 昨天使用四个规划 如果是我 我不会 对 我承认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想 就说如果一个教练他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对手的第二次的交锋 他使用不同的人员和方式力求去谋求某种改变 或者即便失败了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总结 这个道理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克责 这是第一 在事实情况 第二一点 我跟各位说一下 我觉得昨天最牛逼的有三个人 第一 洛国富 洛国富呢 是飞身阻挡 那个传宗 我认为那是汉子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吴磊能够在那种 被很多人诟病的情况下 在最艰难的时刻 他站出来去发那个点球 他不是技术问题 他是一个责任和担当 我觉得吴磊很牛逼 第三一个 就是李铁在第八十分钟 毅然决然的换下了阿兰和洛国富 他想没想过 如果换下来之后 澳大利亚人绝杀了 他是什么结果 那么如果你认为李铁没有担当 他就应该让阿兰洛国富一直踢下去 对吗 因为谁也不能保证 说你把一个 最新没怎么踢的这个吴星函 和从来没有踢的巴顿 居然换下了两个规划 还有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和五分钟的 这个这个捕食之间 十五分钟的比赛 如果澳大利亚人进了一个 请问 李铁还能活着回来吗 那么他为什么在那一刻 他敢把这事做出来 我认为就这一个举动 就可以把你之前 对李铁所有不负责任的 这种猜测都可以击碎 老总你从赛数角度上讲 他换下洛国富 是不是应该再早一点 我不管 我不管他换洛国富 我认为洛国富 是不是应该再早一点 你别不管 我听我说 如果你要按照我说 我认为昨天 如果是六十六十分钟 换上阿兰洛国富 这球就赢了 对呀 那就是那么样 我也怎么看呢 对 现在是这样 我们是探讨专业问题 还是在探讨李铁的 为人问题 如果你要说探讨专业问题 我可以跟你讲 我虽然不是做准专业的 但是我一定是 平足球里边 接近专业的 因为没有任何人 有我带队的经历 对吧 因为没有任何人 就是从专业的角度上 我不认可李铁 在十二条态的指挥 我没有从人品的角度 去否定他 那你不是一直说 他推卸责任吗 你一直说他 你一直说他没有担当吗 那你不是一直说他没有担当吗 对呀 主教练必须得有担当 这不是人品了 这不是人品 这是你的主教练 数字的一部分了 他到底有没有担当呢 没有啊 没有担当 他为什么那个时候 要赶 可以赶换洛国富货 真有担当的话 像你说60分钟就换上去了 真有担当的话 这场比赛 不要四个规划手发呀 真有担当是不让四个规划手发呀 对呀 担当不就是一种坚持吗 对吧 老总 你担当不就是一种坚持吗 你要是有担当 你会因为别人骂你 你把你的坚持改变了吗 不会啊 我问你就说那你现在又 那不就是还是他听信了 就是听从了全国球迷的安排吗 对吗 不是全国球迷了 李铁不会听球迷安排的 他这个人的性格 那听谁的呢 肯定有更高层的压力啊 更高层的压力就让他把四个规划都派上去 对 那为什么这种压力不在对阿曼的时候呢 为什么不在对日本的时候呢 因为那难道 难道高层这种压力一开始就关注 他就把他换掉了 因为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不是打阿曼是什么时候啊 打阿曼和打澳大利亚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啊 打阿曼那个球大家认为还有机会能赢一下 打阿曼就是因为他自己这个乱换场上 把这个比赛换输了 换平了 对吧 三分倒了三分换没了 对吧 我就问你如果打澳大利亚 这个这个八十分钟 他要他要换完了之后 如果被进了球怎么办呢 换完了吗 你都说他换完了吗 他应该六十分钟换嘛 六十分钟换都拿下来嘛 六十分钟 我说是六十分钟 让他们俩后上 我不是说换他们 对就首发不上嘛 对啊 对啊 那这只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假设 但是你能想象的 如果首发不上 那么最后如果又没赢 那怎么样呢 那你主教练承担责任呢 主教练吗 那是所有的 那是所有的 那是主教练承担责任 为什么 那你到底是用 如果你要用 他正的一个年纪 不是你我呢 这不就是你主教练 你不能说主教练 我啥也不承担啊 他没承担责任吗 他没承担责任吗 我没看到他承担责任 不是 那承担责任应该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一种一种 一种体现才叫承担责任呢 承担责任 算后发不会 不用去强调这些困难 很简单 算后发不会 不用去强调这些困难 不是那到底 李铁到底是因为发布会挨骂的 到底是李铁因为发布会挨骂的 还是因为没有正确使用 所谓的没有正确使用规划 去挨骂的呢 还是说成绩没有达到预期挨骂的呢 到底是 我不跟你说吗 各是一部分啊 各是一部分啊 但就昨天 昨天外界这个舆论的反弹 是因为他发布会的这个 因为之前是因为他算术指挥 昨天其实大家对这个比赛结果可以了 你赛后出来挑衅球迷 挑衅媒体 对吧 发这个东西 引起了外界这么大的反应 你可以看看 你不信迷糊 你可以到网上看一看 有多少就是这些 什么PP啊 什么这些 尼古他们底下发了 这些赛后实录的底下 你看看底下评论 有多少人是对他这个评论不满意的 赵震 我们都是媒体人 这么多年了 你要看评论 米卢就一大片子呀 赵震 咱们混到 现在我们俩说的是 评论为啥对他不满意 咱们混到 五十来岁了 还要看球迷怎么评论 那当年球迷 十比一赢 赢这个马尔代夫之后 说没有任何希望 当年三比一赢 赢这个检术债的时候 你一方面说 不用看球迷评论 这个实际上是刚才王叔叔说的 你不用管那些业余的人怎么说 这是王叔叔说的 所以你离铁不应该回击 然后另一方面你又说 大家在网报离铁 大家说这网报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网报网报呗 对吧 都是球迷的评论 网报你就网报你呗 对你有什么影响啊 你就带队就完了呗 这不矛盾了吗 不是 那作为这个实际情况 现在有的球迷不知道啊 他不是一个观点 他知道不知道 像你说的 球迷爱什么评论 怎么评论吗 他当时把米纹说的大骗子 对米路代队有影响 一毛钱影响没有 所以你离铁职业教练 是不是知道这个情况很重要吗 不是 那现在不就又回过头来了吗 那到底是因为发布会 你是反感他 你认为他没有担当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队能够在90分钟当中一直拼下去 这个队能够在80分钟之后 他敢把他们俩再换下来 换你你敢吗 什么 换你你敢吗 80分钟 这个假的没有意义啊 换我我敢 我换 我那天跟出席的人 我们聊天我都可以开玩笑 这个有一个观点 我是非常不同意的 说谁带这队都行 谁带都行的话 那换我去带 换你去带 咱俩可以不要薪水 给国家一年还省800万呢 对不对 这800万人拿去搞情绪好不好 教练一定是对一个球队的水平有提高的 要没有提高换谁都行 要教练干嘛呀 这是对教练这个行业的侮辱 说这个话 其实是侮辱王叔他们那些教练 你教练的工作如果没有意义 没有提高 要见到谁带都行 那就我们去带就完了呗 一个是谁带就行 我也从来不认为这是对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谁带行呢 谁带行不是我们去考虑问题 我们只是看你这个人不行 那你为什么考虑到这个人不行 你就不能考虑到谁在行呢 因为我考虑谁在行我决定不了啊 我要是谁人 你考虑这个人不行你能决定了吗 什么 你能你你考虑这个人不行你能决定了吗 我决定不了我可以把我的声音表达出来 我把我的声音表达出来 他有这个影响力去传反作用去影响这些能决定的人吗 这不是都每回都是这样吗 那你要说行 你要说谁行不就更能引导他们吗 我可以啊 我说过谁行啊 谁行啊 那杨克克可以啊 那个来自上港的来自也可以 我说过行啊 他明天能换吗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行呢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行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行的事 如果有一定行的事的话 你你说这场比赛赛前咱们的预测 说这场比赛能能打成什么样 我们俩要知道一定行 我俩买一百万 我俩不是很快自负了吗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那既然说谁 你也不知道谁一定行 你既然说而不说一定行 你既然不知道谁一定行 那么我想问问 就是李铁带队 他现在这个成绩 我认为没有 在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之下 打到现在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他不符合真正的预期啊 如果要有赌场呢 你老赵 你要这么说 如果有赌场 那你输得更惨的 那家老高子呢 赌场一家输给叙利亚了 那直接就崩掉了 那可能赌场输给越南了 一家就崩掉了 那你说 那刚才不是说了吗 任何一个教练都希望有赌场啊 对 王叔说了 希望有赌场和赌场能带来好结果 不是正相关的 他是说这个风险是供存的 他也没说 他肯定有赌场就是好事 教练肯定是希望有赌场 不代表 有赌场就肯定能给他带来好结果 他说 有赌场都拿六分 你觉得 就这俩对 我们有赌场都拿六分吧 你同意吧 老总 没有赌场 你不都说 应该多赢好几分吗 这几赛 确实是可以赢下来 是吗 那你觉得不是吗 你觉得阿曼这场球 不应该赢下来吗 对谁 哪场球应该赢下来 阿曼这场球 如果换人不出现问题 不应该赢下来吗 不是 阿曼这场球不是换人出问题 而是吴磊进了就赢下来了 不是 吴磊 他就是这样一个队员 他每场都要浪费 两到三个机会 他不是只有那场浪费了一个机会 那你怎么知道 大家会有一定不丢球呢 那你怎么知道一定不丢球呢 你如果换 你看咱们分析那个丢球 那个丢球 第一个是10号那个中场 你也 你这时候你都分析了 你也回放了 10号那个中场 中场那个打门 打门是为什么 他后边有打门机会 张云宁跟的第一下之后 第二下 第三下没跟 因为张云宁体能已经透支了 如果你当时是把张云宁换一 张云宁是能跟住这10号 第一下打门不会有 不会有的话 他不会有脚球 OK还有脚球回来 你回来看 14号顶球的时候 后边跟他 他不是一个 如果是虚心在 虚心顶的位置 虚心的身高 和他这个力量 上半场这个球 至少14号不会 这么轻松就蹭进去 他只要这个 这种投球 只要有人干扰 你都知道 蹭不进去了 对这个过程吗 就紧就这个死球来复杂 那么我就想问一个 就是说哪个教练 就是离铁出现的这些问题 我都承认 你这个我承认 那么离铁所这个队伍 备战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困难 你承认吗 承认 那就得了 那就得了吧 那么我问你 就是说哪个教练 不会出问题的 会说啊 会说 教练的 教练这个职业就是 你出了问题 你要为出的问题 负责下课 因为没有一个教练 在不下课啊 那么一个教练是什么情况下下课呢 驱使可数吧 那一个教练是在什么情况下下课呢 你没有达到 你当你没有达到外界的预期啊 你没有达到外界的预期啊 外界的预期是多少呢 用什么标准来制定这个外界的预期 是不是合理的预期呢 这个你不要去质疑人家的预期 合不合理 就像说 比如你要球迷选票 大家选票选一下 那球迷说下课 那米卢就应该下课啊 选的对不对啊 那米 那如果球迷认为下课 就应该下课 那米卢应该下课了 当时 对呀 他挺住了 当时那时候 那那那李铁为什么 李铁不也在挺吗 李铁在挺 你说挺到现在啥后果呢 你说现在看这个 不就是被骂了 不就是被骂了 但是 那不就是被骂了 换句话说 你这么挺下去 领导这么支持你 没问题 也可以 刚才我都说了 我说对于李铁来说 最大的 他最牛逼的是 他是七无生之后 现在在十二强赛这个级别 场次最多的主教练了 而且他只45岁 他未来 这个财数太宝贵了 但是 你在赛后 去说这些话 去这种表现 让大家 觉得这个财富交到你手上 有点可惜 知道吧 一个职业教练 一个很高层的教练 一定在情绪管里面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你真吗 你真是真的说句老实话 是欲加 欲加之罪 他不叫欲加之罪了 真是欲加之罪 哪个职业教练 不你可以说一个 哪个职业教练 会在赛后这么去发言 你可以给我举个例子 我可以去看看 那慕里尼奥可比他厉害多了 那慕里尼奥可比他厉害多了 慕里尼奥没有这种单纯的情绪发泄 慕里尼奥的次贡政练 發飞会 It's a happy train 都是有他的自己目的 有时候是转移话题 有的时候是为了 搞吹风机 那人得 between 但理解你BoC 你昨天说啥目的呢 除了情绪发泄之外 它啥目的 他表达了国家队遇到困难 已经表达了国家队答的骄傲 已经表达了好多遍了 为啥又表达一遍呢 因为没有人信呢 那你难道再表达这一遍就有人信了吗 那当然了 那真理得重复啊 当然了 只有一句话 谎言重复前面 为什么是真理 没有真理重复前面 你就是真理了 那怎么 真理没有人知道 那当然得重复了 要不然布鲁诺怎么被烧死的呢 真理是用时间来证明的 不是用你重复来证明的 那什么用时间来证明的 那李铁一你也可以用时间来证明他呀 你也给他很多时间了 这算什么时间呢 六场 因为我跟你说了嘛 这是中国教练 四九七年之后 给他六场的时间 我问你六场比赛 他有什么真正的 这个成绩达不到预期吗 你看他头两场就没达到预期啊 那王指导你你说一说 就你觉得在你 你在打十二强赛之前 你对前六轮你会有什么判断呢 没有主场 没有热身赛 四十八天的气泡式管理 国内舆论的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 在这样的艰难困苦当中 你觉得拿多少分合适呢 拿多少分合适 问题咱们这个位置 没有拿多少分合适 没法说 因为咱们也不是说 手拿把架 那对哪个队就一定能赢啊 这个没有 所以你没有预期 这个东西都没法做预期 你要说 我有什么 我有一点 我家说有一个点 我有个艾克森的一个点 我在亚洲是无敌的 他只要表现好 我这个比赛就能赢下来 你某几个点确实是打人的 那你可能行 但你 你现在没有啊 问题是 你在亚洲拿出任何一个特点出来 你在亚洲都没有 都没有任何 有的可能性 就只能说是 跟人拼一拼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就没有预期 这个东西没法预期 但就是说 这个东西你就不能 你别对外面说就好 说吧 你要对外面说 那就不好了 有时候 这个高了底了的啊 就是人的这个 包括网络 包括所有的人的 这个角度不一样 他看法不一样 所以你也没法去 这个 你没法跟外界讲的一种 讲的越多 有时候 可能让外界觉得 你有点软弱 就不是说像表现出来 那么强硬 其实有点软弱 其实有些时候 你不说 反而倒好 其实对这个事 而且昨天那个比分呢 作为我个人角度来讲 就昨天那个比分 对国家队来讲 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 就是对舆论来讲 也是一个好的事 这个时候 可能关于比赛和场内的东西 多一点 会更好一些 我是这么看的啊 就是说你可能好一点 会争取到更多的 对你有利的声音 就你作为主席来讲 会给你争取更多 有利的声音 这个这个是 是一个事 就是从这个主教练 角度来讲 就是说在什么时间 该做什么 应该是要有 基地 你看穆里尼奥 在初期新闻发布会之前 他一定是有个团队 要告诉他 这场比赛 到底是表现的什么样 然后你在这个比赛当中 会有什么样记者 提什么样的问题 之前都是要给你 去做预案的 然后你去做 他的每一步 职业教练 他的每一步 每一个新闻发布会 对他来讲 每个点都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他关注度在这的 他不只是球迷关注 还有好多其他 各方面的关注度 那你可能就是说 你要说什么 做什么 跟比赛相关 还是不相关 这有一个对网络 包括整个的这个 媒体各方面 都有一个非常 都非常一个 正确的认知 如果他们没有认知 那对你这个职教的高度来讲 影响力是巨大 就现在这个情况来 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巨大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咱抛回刚才 咱讲了挺多 就是抛回这个整个的 这个就是 主要销链 就是离铁 在这个位上来 我们可能很多问题 都集中在离铁这个事 但是足球不只是 主要销链决定 有好多方方面面 都可以决定这件事 所以说就是能锁 有些是能锁 有些是不能锁的 有些是不能锁 作为锁链决定 这个也是很正常 所以说现在 我们所有人都是把 这个观点放在 那个离铁客人身上 这个其实有时说白了 可能说从他自己角度来讲 可能说在发布会上 是他一个最好的一个路线 就发布会 现在对离铁 比在球场内 还会更重要一点 这是我作为 这个旁边人去看这个事 那么刨出这个发布会 你认为离铁带队 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成绩 你觉得是合格呢 还是不合格呢 还是什么呢 我看那个事 我看那个事啊 没法跟大家看 他讨论到我们的点上 这也没得点 我可以拿战术板 去给大家讲一下 但是太长了 他没法说 就说包括对阿曼 为什么停了那个球 我看的那个球呢 是中场中路那个区域的人数问题 对 因为足球场上 我看就是私议以内的加减法 对 就是说 是在球场的某一个环节上 是不是需要坏人来解决 坏谁来解决 对 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他没法去说 没法跟大家 跟球迷去讲那事 因为这个 他不是一个行业 他没法 这讲不明白 你讲完之后 你也觉得你 你审请病 但是说白了 我觉得就从目前 从实力角度来讲 去看 现在国家队的问题 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但是 刚才包括像赵正和去江 之前说的几个问题 我觉得说的也对 对在什么地儿呢 如果说把这些环境 包括这些东西 要是完善好了 那就没有问题 那就很强了 那种不止我们国家队强 主要叫炼强 各方面都会变得很强 这就是我的看法 就这几点 其实大家都注意了 自然而然这个位置 包括这个国家队 肯定还会 买下一步去发的 会有更高一级别的 这个认知和看法 那欣欣 你作为了解离帖的人 你认为他为什么 要在发布会上 说这些呢 压力还是压力 我觉得压力 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按照这个动机论 就是你认为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压力很大 在那位置上压力很大 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信息 是不对等的 是不对等的之后 所以说造成 所有的人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说没有一个人 是真实的情况 根本就没有 那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 谁最了解呢 真实的情况分两种真实 一种是你眼中的真实 赵正眼中的真实 和我眼中的真实 徐家眼中 李白姐 包括静姐的眼中的真实 对 就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到收集的碎片信息 变成这个 没有决定的真实的情况 但是我们这几个人真实的方面表现在哪呢 是我们集中在一起 能总结出一条东西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说为什么足球这个东西是需要各方面环境的眼数 所有人的眼数聚集到一起的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了这个事 包括李铁周围 他为什么有教练团队都是一样 李铁自己本身他也是能吸收到好多好多东西 各方面东西信息的人 李铁并不是个特别封闭的一个人 就是了解他人知道 他其实跟好多人都会聊到这个事 各方面他都会聊到这个事 他不见得跟我们在座的人在一块聊 但是他各方面的人 他肯定是了解到这个信息 那还是那句说 谁最了解 那个最真实的情况 没有最了解 每个人看的足球都是不一样的 只能无限接近 没有最了解了 真的 对 足球这个东西 只能无限接近 你说老董 咱们当年都跟过米鲁国家队 咱俩一起跟的 你说你看的和我看的肯定都不一样 那你说咱俩谁能撒谎 都没撒谎 对不对 这也你先提问一下 董爷 你俩刚才争论的点都没错 你们都这个点都没错 就是不是那个 但是他不是那个 不是你俩其中一个人说的 就说假如说 郑爷说那时候你不改婚 然后董爷说你说 那时候他就改婚 但是在这之后的过程 他没法 这个是严重不了 就是你俩将一辈子 那将不明白 对 可是没法整 假设 足球场的假设永远严重不了 他没法假设这个事 对 所以说 这个是干不明白的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 然后能汇总的 让李铁真正能接收到这个信息 让他知道自己 在这个位置上 怎么能变得更好 这些媒体人 能为足球所做的最大的贡献 这是正常的 球迷去骂姐 包括喜欢你喜欢她 那是他的选择 这没有问题 他怎么骂 你赢球了就是用道理 赢球了 你即便表现的在我家里 看的细节啥都不是 让人全场摁着打 一比人赢了日本队 那整个弹幕刷 都是李铁牛比 都是中国国家队牛比 谁谁的进球牛比 他其实 他就是一个结果论这种 所以说 我觉得 其实就这么回事 很简单 如果说李铁的团队 包括我们国家队足球能上去 真的在外界应对 所有的这些方面 都是同步要提升的 包括刚才正面 徐强说那几个点 都是也都是需要去改变这个问题 这个信心我同意你说的 就是我曾经在这个直播里面说呀 中国国家队的公关能力几乎为零 零都说高了 我有这么大胆吗 零都说高了 自己给自己做减法 为什么呢 就说 你们指责的是发布会 在我看来呢 离铁要想组织 阻止离铁发布会的这个言论 其实如果之前 就是关于比如规划球员的体能的问题 能够真正的让规划球员自己说出来 或者是 或者是某种方式真实的呈现出来 可能真的不至于今天 其实你们现在说 离铁发布会 这说这不对 说这不对 我认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 他挨骂的原因 都不是真正的国家队这个舆论 变得糟烂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 其实就是规划的使用 你们不要否认这一点 包括他的临场换人 也因为是换的规划嘛 对吧 那么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提 为什么你不早让 吴星函和巴顿打主力呢 为什么呢 因为吴星函和巴顿上场15分钟 他的数据要远远高于 洛国富和阿兰 首次替补出场对日本的数据 那么那场比赛结束之后 人们就开始攻击吴磊 攻击离铁 说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两个首发 那么现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为什么没有人说 你离铁为什么不让 这个巴顿和这个吴星函首发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 在很多人眼里 规划和本土球员 是不是一个概念 也恰恰离铁 因为规划 遭到了这么多的骂声 而并不是他的 他的新发布会 新发布会只是人们 想骂他 又突然间来了一缩子子弹而已 而真正的骂他的 其实就是规划 还有一点就是 他认为 很多人认为 离铁带队没有达到 中国队应该达到的高度 这两点是 是最起码的 就是最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最真实的 咱们谁也不要 闻过是非 第一 如果离铁带队能够打着 再赢了 多赢了一场 多平了一场 可能就好一点 可能就好一点 那么我们就回答 第一个问题 离铁现在带这个队 他说犯了 确实犯了很多错误 但这些错误 在李皮身上 在瓜调拉身上 在克鲁普身上 在托尔身上 在安切洛蒂身上 在波切地诺身上 都是可以看到的 每个周末 你都能看到 那么离铁 所犯的这些错误 又带队 打出这个成绩 符不符合 中国队现有实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符不符合 是严重的不符合 还是基本符合 还是超出了预期 这个问题 我们得去回答 第二一个 离铁在规划球员 使用问题上 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说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那么他因此而受到的 包括媒体人在内 包括球迷在内 包括业内人士 在内的攻击 就不合理 就不公平 现在我想请每一位 直播间里的嘉宾 回答我这两个问题 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关于规划这个事 我第一个问题不是关于规划 我第一个问题是 国家队的公关为零 对吧 在规划这个问题上 没有给他解释清楚 对吧 是这个问题吧 没有早把规划这个事的问题 解释清楚 是这个意思不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李铁所犯的一些临场指挥 或者是排兵不振的错误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在足球世界里 好 我以为这个你第二个问题 好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些教练 都犯了这样的问题 在教练成长的过程里 你犯了这个问题 就要付出代价 然后才能成长 科洛普难道从多特蒙德 没下过科吗 所以说我现在让你离铁从国家队 你打得不好 夏克不意味着你离铁以后不会成为优秀的主教练 不是 你认为打得不好的标准是什么呢 没有 是因为他犯错误了 现在你在中国队的阶段性任务就是进军世界杯 你现在已经在你在打市场球的时候 我认为你在队打到世界杯 希望非常渺小的时候换一个人 不是什么大事 不是 那不是还是一个问题吗 你认为现在他是不是符合预期呢 就是符合中国队的实力呢 什么叫符合 所有参加的一个 只有一个预期打进世界杯 你没有完成这个阶段任务就得下课呀 那所有 李皮拿着世界杯冠军 带2011年世界杯 难道他就不下课了吗 那现在越南为什么不下课呢 越南因为朴恒旭 他能打进十二强赛 全是他一个人给带上来的 而且越南队现在没让朴恒旭下课 也不见有了十二强赛 是谁带出来的呢 他把这个队从越南打了 连十二强赛都没打过 带到十二强赛 另外一个 越南队没让他下课 不代表越南队这么做是对的 97年中国队不让七五成下课 难道就是对了吗 早下课可能中国那些冲出去了吗 对不对 不是你发声的就是对的 那对啊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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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 森宝一为什么不下课呢 前三轮 森宝一后来不赢回来 缓过来了 他如果再没缓 没赢中国的直接就下课 那场就如果 李铁 李铁和森宝一直接跑一个吗 如果李铁把森宝一打发逼平了 下课了 那李铁输越南不也就下课了吗 对呀 打平越南都会都会下课呀 最基本的就是按诚意来 但是你在你这输完大课的时候 其实四场比赛也输上 你难道是在那课吗 照这你说日本队缓过来了 那么我问你在过去的四轮中国队什么战绩啊 你要看过去六轮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日本队投三场比赛 两负一平 两负一胜 现在本来应该是直接晋级的 现在最后只能是 要去争这个附加赛了 这难道不是失败吗 现在他排到澳大利亚前面嘛 昨天赢了 他占了澳大利亚第一分啊 对呀 那那你说中国那你日本队的目标是什么呢 中国队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所有队的目标都是军军世界杯啊 你来打12天赛 所有队都只有一个目标 军军世界杯啊 那你有这个目标 你还有这个有这个实力啊 那日本队的实力是什么呢 中国队的实力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没有这个实力这个比赛 我就不按目标走了 那你还来干嘛 那你说我们来看来干嘛呢 就不来了 所有的英超的参赛队到底是干什么呢 为什么呢 所有英超英超这个职业 所以说英超有队没保住级 他就下课了 对呀 他是该降级 但是不是说 所有的排名第11 12的队 他都下课了 排名第20的下课了 排名第11 12的保住级了 英超他是个职业联赛 职业联赛不是只有一个冠军 那他评判的他评判的标准不难道因为是他能到底能不能在这个队达到一个基本的预期吗 不是吧 我们至少在阶段路上 你就正式回答 你就直接回答我 就是李铁现在带这个队拿的这个成绩 你认为跟中国队的实力符不符合 不太符合 是还是不是 不太符合 不太符合 你认为应该更 你应该排在排在谁前面应该 我认为至少分数上应该拿到七到八分 好 那么我问你没有热身赛没有主场气泡式管理哪个队经受过了 这些事是已经发生在现实摆在面前的 现实摆在面前就是一个原因的 那赵胜我问你 我问你韩国队上一次冲击世界杯主场舞场多少比分啊 那你还说那有的队他主场还说客场应该多呢 你不能拿一个主场应该多的来说啊 那我问你就是从主场的战绩来讲 去上次12强赛最后进军世界杯的 沙特、日本、韩国在主场拿了多少分 你也可以看看中国队在历来的这个世界杯主场拿了多少分 咱谈中国队 中国队历来的世界杯主场除了米如那次之外 是主场拿的分比客场都多少呢 不对啊 包括那个004年08年 你不是这都摆着呢吗 08年你说 那你就认为说主场对中国队没有任何优势呗 对吧 我都说过好几遍了 有优势也有也有压力 不是说绝对优势 难道李铁他敢说主场打他就肯定打谁都赢谁吗 他不敢说吧 那你为什么说连主场都不知道打谁赢谁 为什么在客场你要要求他一定要打谁赢谁呢 客场我们要求他打谁赢谁啊 把该赢的比赛赢下来啊 什么是该赢的比赛呢 把阿曼那场球竟该赢下来啊 那么日本队阿曼是不是日本队该赢的比赛呢 日本队没打好啊 他主场对啊 所以你说是某一为什么面临下课呢 他不就是因为主场主场输给阿曼了吗 对啊 日本队赢给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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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赢给阿曼 中国队那俩进球啊 有吗 所以说你打沙特没完成目标吗 你打沙特应该什么是目标呢 打沙特没场比赛的目标就是赢球啊 那你想想15年 15年压力杯的时候 这个目标 你拿这个目标去衡量世界上的球队和教练 那么请问谁没场比赛都能赢呢 不赢最后下课吗 你没打到最后下课 要有人输了就必须 他可以说吗 那是为什么说输了有的输了下课 有的输了不下课呢 你最后没打到目标谁没下课呢 你给我举个例子 克罗伯都没有 克罗伯也下过课 国际迪诺也下过课 谁没下过课 那目标是什么呢 他一点下课 这个目标应该跟这个实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的目标跟你的实力之间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那么中国队的实力应该目标是什么呢 中国的实力力竞争去打一个小组第三 打赫加赛 当然如果能直接出现更好 对中国来说最切实的目标 打个小组第三去打附加赛 那打小组第三打附加赛 这个目标现在实现了没有 没实现啊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呢 越来越远是吧 那么你认为 你跟他已经打完两把了 他11分你跟人差6分 还有四场球 四场球点6分 那么你认为中国队一定就是有附加赛的实力吗 要是有 第一 没有一个队感受 你告诉我打附加赛 他必须得压过 日本 沙特 和澳大利亚 对吧 你认为中国队能压过谁呢 你认为 我问你 15年亚洲杯 中国跟乌兹别克 沙特 超减三个 就是一个组 中国队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 谁又能想到中国队小组第一出现呢 你凭什么 压倒沙特压倒沙特 压倒沙特别克小组第一出现呢 比赛都是人打的 对啊 比赛是人打的 那么40强赛 李皮料挑的走了 那么当时有多少人认为 中国队打不进10强赛了呢 12强赛了呢 那你可以翻我的微博 我说了三胜就肯定出现了 谁带都出现了 李皮说你料挑的走的 不是认为他12强赛出不了线 出不了线12强赛 而是他认为 在后面再带这个中国队 没啥没啥希望 就这样 对啊 一个外国人拿着2000万年薪 最后就不干了 最后一个中国人给接过来了 这难道不应该 有一点欣慰吗 不欣慰啊 中国人拿800万人民币年薪啊 李皮肤拿了2000万 那他妈还有球员拿8000万呢 但是人家2000万 我问老总你觉得 有几个人能把一年2000万欧元税后的薪水放弃掉不要了 这样人还要点尊严 2000万欧元税后你们自己算的是多少钱 不要了 一个他一个贝尼特斯 这是我看这两个要脸的世界要练 那也有不要脸的呀 那穆里尼奥拿了多少违约金呢 他拿的违约金是别人吵他吧 那穆里尼奥确实有一方面确实很不要脸 你说对了他确实有点不要脸 嗯 对吧 那我还说第一个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李铁现在带这个队 和这个成绩是相符的 和和和这个实力是基本相当的 你认为呢是可以打的更好的 对 咱俩其实这个事不用叫 咱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为就是咱俩对任何一个球队成绩的看法都不会完全一样 对不对 那你就那就对了 那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么李铁到底为什么挨骂呢 你说的有一点我是赞同的 就是国家队在这个公关上 包括李铁的个人的公关型上设计上 是不达标的 这点我是赞同的 嗯 我跟你讲 这个发布会的讲话讲什么怎么讲 表达什么情绪 王导他们 王叔叔他们这个教练课程都会设计的 都会有这门课程的 这是一定要设计的 不是说单纯的情绪表达 嗯 对吧 那我之前 这个我就跟国家队的这个主席的人有过交流 李铁的发布会议这么去说话 你们国家队内部你管媒体的管公关的人 难道跟他没有沟通吗 对他没有限制吗 对不对 你跟他没有沟通 怎么能把这个外部环境 王叔叔也是 你得把外部环境变得更好 老公你还记得吗 卡马乔来的和他们把团队里有一个人 他专门是给他做媒体公关的 给他设计媒体那什么的 媒体方案的 李铁你国家队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你个人作为一个优秀的职业教练 你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 有没有这方面的储备人才跟你商量这个事 告你发布会应该说什么 能争取更多球迷的 我想问一下赵震 李铁被骂 到底有多少是因为发布会 这个这一点我跟你真的不一样 有多少球迷说真正的能关注发布会 说什么 他在发布会上传家的信息很快就会被媒体 我接下来没关注发布会说什么 很快这些社交媒体发出的东西 我一看我要去看一下发布会的东西 另外一个我说的媒体公关 也不单单是指发布会 平时你发布什么消息 你跟哪些媒体去传递什么 这个你不用说了 这个你不用说了 这个咱俩一样 我认为国家队的公关为零 但是我只是想说李铁被骂到底是因为什么 还是因为成绩根本上 对 好了 我总结一下 第一李铁被骂是因为成绩不好 对吧 但这个成绩呢 有的人认为可以更好 我呢 认为呢 就在现有的这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之下 李铁没有给中国队带来精 没有给中国球迷带来惊喜 但是也没有带来不堪 他没输越南 他没输阿曼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我认为李铁被骂主要是规划问题 而并不是发布会 你非得认为 发布会是李铁被骂的原因 所以咱俩看起来到这儿 我告诉你 发布会是他这场被骂的原因 老董你又偷回概念了 发布会是他这场发布会的表现 是他这场比赛之后被骂的原因 如果这场比赛发布会 他没有这么说话 他一定这场比赛之后 不会有人骂的 他发布会 他说了哪句话 你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他整体传递的这种情绪 是让球迷和媒体会跟他很对抗的 他整体传递的情绪就是跟球迷批评他的人去对抗 对啊 那当然 在这个司令队出来说的话 你媒体和球迷都用什么下三类的招数对待他 你都说了 你都说了 应该是一种对足球的理解 应该是一种对事物的客观的认知 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认为这应该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更重要 你说打进世界杯 我就问你 我就问你们在座的各位 中国队就目前这个德行 打进世界杯 你认为公平吗 对足球公平吗 即便打进世界杯 不知还得重复2002年打进世界杯 我们打进去了 完了怎么了 你告诉我 赵真 咱们都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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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行吗 你听我说完行吗 那你说 2002年我们打没打进过世界杯 打进了 打进之后 三场失败之后 什么反应 不满意啊 不满意 然后中国足球怎么了 因为他没有坚持20 2002年之前正确的做法 后边 好好好 那么我问你 打进世界杯之后 中国足球怎么了 没怎么继续下滑呀 对了 所以呢 我们真正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怎么理性的看待 中国足球的现状 你怎么理性的看待 足球的专业的问题 你怎么应该传播 传播真正的客观 理性的这种足球的认知和文化 我认为这对中国足球的 未来才是真正有用的 你现在探讨的都是中国能不能打进世界杯 第一 他现在实力本身就不具备 第二 他打进世界杯的结果 我们不是没见过 没有用 对中国足球丝毫没有用 我们现在 很多的足球的认知 不还停留在二十年前吗 对吗 所以我们对于中国足球真正未来的发展 到底什么是真正可能有帮助的 其实恰恰是我们媒体人和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相关的这种机构 所能够传递出来的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现在有很多骂李铁的人 连两个月落国赋 身体能能够得到 这个这个提高 都认为是假的 都认为两个月前 就能够首发的 那么你你你你难道不应该说这个吗 现在很多的穷迷认为 没有热身赛 没什么 没有主场 没什么 气泡式管理 没什么 什么有有什么这个什么无家可归的孩子 你住五星期酒店 你还帮什么馈啊 这些东西我认我问你 对的吗 这些对足球的认识 你认为是对的吗 这些不是对足球的认识 老总我给你揪上个概念 你不能把中国足球的发展 和一支中国队对中国队的成绩要求混为一谈 足球这个东西之所以奇妙就在于 你是可以超越你足球水平 去实现一些成绩了 以若胜强 如果你大家就是比下两个足球实力 决定两个球队成绩的话 这个比赛就不用打了 那么请问 为什么别人 为什么不能打 越南为什么不能以若胜强胜中国呢 阿曼为什么不能 那可以啊 越南在亚兴赛上 你你查一查最近的亚兴赛 我说这支 你别说查亚兴赛 你要查亚兴赛 我们1985年科大杯还打的不错呢 那你可以再看一看 如果李铁接了这么带队 还有克强打越南的比赛 大年初一啊 有啊 那咱们要看看呗 对啊 然后再有一个 越南他也需要过程第一次12强赛 就跟日本当年第一次打6强赛 被那么强 我同意 我同意你的说法 越南第一次打12强赛需要有一个过程 那么历届的中国国家队 哪个经历了两年没有热身赛 哪个经历了没有主场 哪个经历了48天的这个气泡质管理 这难道不是第一次吗 哪个经历了这么多的规划呢 也是第一次啊 那么规划不是李那个谁说了吗 李白说了吗 规划不是就是主啊 规划不是就是主不代表他李白说的 他只是说不是就是主 没说没对你实力有增强 那现在你以为中国队有政治吗 中国队有范志义吗 中国有有李伟峰吗 中国队有李铁吗 中国队有政治的时候进世界威了吗 没进呢 对啊 那不就得了吗 那不就得了吗 那不就说你有规划 中国队有范志义和范志义他们当年状态最好的时候 进世界威了吗 九七年没进 相反是到他梦年的时候 所以这就体现出教练水平的重要 不是 这恰恰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有几个队员也不见得怎么样 对啊 所以你教练水平得跟上吗 那我们就说这个事吗 教练水平得跟上吗 教练的水平就是 教练的水平就是能够基础的吻合 在困难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不考虑这困难呢 我当然不考虑这困难 这困难是你教练去考虑的 我为什么考虑喝了 那不对啊 我又没拿着 你是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客观的人 你就应该意识到 这个中国队你为什么会考虑到 是越南的客观条件呢 你为什么会为越南第一次打十二强赛说话呢 你为什么不为中国队第一次面对两年没有热身赛 没有主场这四十八天的海外漂泊 你为什么不为他们说点话呢 我该说的话说了 但这个说的话不能回避你离铁作为主教练不合格的责任 你懂吗 你这个主教练如果带队打不到世界杯到时候就得开架 你和以未来你离铁在成 在成不合格 他的不合格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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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不就是没有成绩吗 对吗是吗 那当然你作为教练咱们简单点 这个成绩的获得难道不应该考虑他的 那你越南为什么没成绩 你为什么要考虑到他是第一次打十二强赛呢 我没考虑这是越南出鞋的事 我不是越南记者 如果是我越南记者我也会呼吁 你刚说完呢 我问你越南为什么六年败不下课 你不是说他第一次打的吗 我是给你解释一下 你是跟我说越南排名应该在中国之前 为什么他这个预期他没达到预期 我说他第一次没上来 但是你就问一下我问我为什么朴宏旭没下课 朴宏旭我不是越南足球记者 我也不是我管他 那你说那你说日本是贸易不下课 我去日本足球呼吁 我说是贸易下课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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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么干就没意思了 我就问你 你为什么说越南六年败 是因为第一次参加十二强赛对吗 客观很大呀 对呀 那么中国队两年没热身赛 没有主场48天海外漂泊 不是客观存在吗 是客观存在 但也不代表你离别可以不下课啊 对呀 对呀 那你这个客观存在 你有客观困难 你有客观困难 你做人做得以为客不得了 该下课下课 你这个客观存在为什么不能考虑 不是 那你这个客观存在为什么不能考虑呢 那么扎叔到利物浦的前几个赛季拿冠军了吗 他为什么没下课呢 打进欧冠军赛了这还不行吗 不是 他头几个赛季为什么没下课呢 他不打进欧冠军赛了 他硬着 原言利物浦他去之前 欧冠军赛都不能保证 他去了之后保证欧冠军 打进欧冠军赛这还不行 不是 咱们慢点说 你们两个人说话的声音都重叠了 大家听也听不清 其实我是觉得今天咱们说再多 也说不完中国足球这点事 包括离帖 咱们今天怎么说也讲不完 咱们差不多 就这样吧 可以 行 咱们就各自吧 各自坚持 保留看法 对吧 保留看法 感谢 感谢徐江 感谢老总 感谢李白 感谢李白 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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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吗 还没 走了 走了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好热闹 一下子从12点半聊到了现在 刚才我也看到李铁也发微博了 昨天李铁说了说可能就在我们聊天的这个时间里 李铁可能也大概看了我们的聊天吗 或者说是知道一些也听说了 所以说李铁也发了一些微博 他说昨天我说话可能有点多了早早就睡了 八个小时的睡眠让我满谢复活 拼尽全力依然爱你 感谢所有员工和工作团队的努力拼搏 我们一起战胜了很多困难 一步步在努力前行继续加油 我房间里的行李都永远收拾好的 做好随时出发到下一站的准备 晚上飞机回国隔离21天 现在可以喝茶看看比赛了 今天几位老师也特别辛苦 他们都下线了 然后呢就非常感谢徐江老师 还有李白老师 你们真的都很辛苦 从12点半坚持到现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但是我们今天也创造了一个流量第一号 我们存聊聊到了100多万 也创造了历史 那好谢谢两位老师 然后谢谢今天来直播间参与的球迷们 然后你们也可以现在在下去之前 在工程上打出支持李帖 或者说是不支持的 今天其实实质上就两个派别 一个是董陆老师非常支持李帖 然后还有就是说 也不是说我们不支持李帖 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根据比赛的情况来看嘛 一个教练主要还是用成绩来说话 如果说接下来我们的信息如果对等的话 可能也不会发生像今天这种大面积 可以在网上关于说李帖的一些问题 不管是这个 是因为那个用这个 几个规划的球员呀 还是说赛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呀 不管是哪种吧 总之大家还是信息对等 信息对等了 大家知道这个都谁可以用啊 谁不能用啊对不对 就不必处理突然这么多问题 好了 谢谢两位老师辛苦辛苦啊 拜拜 好好好下期再见 谢谢 各位球迷们也非常辛苦啊 大家还在滚动屏幕 我们稍微等一等啊 等大家屏幕都滚动完了 然后我这边在关麦 非常谢谢大家 各位球迷这么辛苦了哈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这么长的时间 从三个小时的陪伴吗 大概 嗯 大家辛苦 大家辛苦 我看屏幕上还一直在滚动 啊 不管是支持啊 还是与否吧 总之 中国足球就像咱们自己的孩子 啊 我们大家肯定还是支持的 嗯 还有这么多支持李帖的 嗯 好了李帖看到这么多支持他的 一定会很开心的 嗯 好的辛苦辛苦大家 咱们今天就到这吧 嗯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辛苦 穷迷们辛苦 谢谢谢谢 再见